中西人民港壇系列 廣造第777港 榮蘭請到李普林先生 跟我們分享下一個講題 黃子華是哲學家媽 哲學家傳承問題 反國歸真的道家文化智慧 黃子華是哲學七生的 這個講題看起來挺有趣 我們聽聽李先生的演講 可以掌聲歡迎李先生 謝謝Ben教授 我很珍惜和感謝有這個機會和大家分享 由於社會越來越文明 我們講這些內容 牽涉到某些人的姓名 我們都要很小心 一會兒就不會再講黃子華的名字 他喜歡的話可能很高興 有人看他的名字 一會兒就收到某些水柳金康 而且如果他是很高興 我們說他是一個哲學家 可能他會很高興 但亦都可能他會不高興 其實他不想別人叫他做哲學家 所以我們要尊重對方 等於有些小男孩小女孩 但很高興的時候 可能那個男孩疼了那個女孩一口 或者那個女孩疼了那個男孩一口 但到他一不高興的時候 就很麻煩了 立刻告你性騷擾他 或者怎樣吸毒 那就麻煩了 完全是講那個聽的人 受的人 其實他的心態是怎樣 太複雜了 所以那個題目為何會這樣定 簡單的說 這個題目是很諷刺的 因為我們時不時會見到一些人 網上會見到 是稱呼他是哲學家來的 的確是 即是很多人稱呼他為哲學家 但如果是哲學家的話 我就會有些感觸 因為我所認識的很多 人民哲學會裏面都很多 即我都會覺得是哲學家的哲學家 很吃力地 很辛苦地去做他的學術工作 或者是這些傳承文化的工作 很吃力 很吃力 但是黃先生他就可以 都很吃力 他都經歷了很長的時間 然後就有現在的所謂 就是今時今日的成就 但是 關鍵就是 他如果 這位先生 如果他是哲學家的話 大家就要很慘了 他找得這麼好 出得出來一個大場 哇 我們這些朋友 是不是一張票 一千多元 一張票 坐滿了 這位 這位 出來講話而已 這個內容 你們專家們大家再想一下 其實這個內容有幾多元素 幾多成份 是你們期待的哲學內容呢 如果是哲學家的話 我今天這個內容不是很哲學的 一會兒會再講解 是 但是如果他不是哲學家的話 那不關我們事 這個題目也錯的 不是錯 即是我們討論就討論完了 他不是 但是有人說他是 有些人說他不是 是和不是 之間我們要有一個 作為學術 或者作為一種討論 我們要有些定義才行 所以其實今天是一個定義 有很多概念 裡面要有一些定義 但是這些定義呢 我又不是大學的教授 又不是什麼的知名學者 那我所講的定義 完全只是我自己個人的定義 是方便我去思考的 但是哲學問題什麼呢 我們會再回頭講 但是這個前言呢 意思是說 社會上面存在一些這樣的現象 或者大學的教授 我們說 也是你 他研究思想 思考的哲學 哲學 哲學的什麼什麼 出書 或者很多在過去的歷史 他去辯論 和一些思想家 我們叫做思想家 或者有信仰有宗教 那大學教授 是否都是等於哲學家呢 不如我讀心理學的行為科學 有些人稱呼我做心理學家的 我在這裡困華 我們讀完大學 主修完 你們碩士博士什麼都好 其實是否等同一個科目的什麼 加靈谷 加字有什麼意思 或者科目的內容是什麼 太多東西 我們其實平時是 不是很在意的 我會說回我們自己的 我的部分 為什麼會牽涉到這個部分呢 就是 現在我儘管將一堆東西 攤開來講一講 因為 譬如我自己的工作 其實是做 英文就叫做 Oriental Life Counseling 那我為什麼用 Oriental Life Counseling呢 因為我不想用心理輔導 這個概念 我用臨床身心行為學 這個概念呢 是有原因 因為我是用行為科學 我讀行為科學 行為科學已經和心理學 是不同的 而我拿出來做輔導 那我用的概念 用的方法呢 原來又不是完全屬於行為科學 但是呢 是已經是最接近 我是用著觸覺傳統的生命科學 用著道家道醫的人學的概念 去做Life Counseling 但是我的對象 有很多是外國人 日本人 那我不想將 中國那個概念 是太強調 令到他們聽得很辛苦 因為 因為都是我心愛的朋友來的 那意思就是呢 我盡量都是希望 將這些概念 是中和它 那所以今天這個題目呢 是沒有任何的挑戰性 和攻擊性 我尊敬的王子華先生 喜歡是個人喜不喜歡一個問題 我們不需要討論 但是我討論 想討論呢 是有這麼多 哲學系畢業的人 有一些人出來 很辛苦地演繹哲學是什麽 或者去傳承一些哲學 過去哲學家的一些理論 概念 很努力在社會上 做很多事情 但是可以有人脫泳而出 他是修哲學的 黃先生 就用一種這樣的 我們叫做 一個人的 一種 一種 講話的方法 是吧 但是他當然有好技巧 就可以做得這麽成功了 大家是否可以思考一下 我們說 人民節奧會 都熬了這麽多年了 快點找些資金去建立一個 一棟 一棟建築物屬於人民節奧會的 人民節奧會的 多好啊 Ben老師 一棟 有自己的課程 有自己很多的 一些的 我們的學術討論 回到我們的題目那裏講的 就是 我的大前提是希望 究竟哲學和實學 和我們現在應用科學之間的關係 哲學 其實我們現在大學畢業 譬如我們心理學畢業 譬如科學畢業 其實都是 如果你收博士的話 都是doctor philosophy 來的 都是哲學博士來的 理論上 但是 自然科學那些 就有些不同 那它要分類呢 其實很簡單 那些我們不討論 但是意思就是說 本來哲學這個詞是很闊的 譬如我們讀心理學行為科學的時候 我們已經知道 哲學由很古典的時候 開始它是綜合全部學文 很喜歡學文的人 去研究學文 那班人 那堆東西 慢慢裡面分了出來 是有語言學 跟著又有這些 研究思想行為 跟著也有很多其他 研究宗教 研究一些宗教歷史 現在哲學系裡面 有西方哲學 有中國哲學 可能還有其他哲學分了 那老師一直教 嗯 但是呢 有幾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 如果一個哲學這麼大的科目 但是現在分了出來的 包括了語言學 心理學 什麼這些 那那個細分科呢 其實已經在社會上 存在了它的功能角色在那裡 就是譬如我讀心理學 我出來可以叫做心理學家 但是我未必叫自己去哲學 除了你給學歷那裡 Doctor philosophy 給我的話 否則的話 我都是心理學 或者你讀語言學 就是語言學 那我拆了這些出來之後 剩下這些出來之後 剩下哲學是什麼呢 那哲學研究什麼呢 一定我們先說哲學家 那些字 那可能我會很快就說完 那些東西 其實是讀什麼 做什麼的呢 那我們知道 曾經有我們的一些學長 啊前輩啊 他很努力地想去做一個叫做哲學輔導 那我想啊 Ben Sir你也知道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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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老師也有了 現在好像沒什麼了 現在沒有了 那我覺得很不甘心 這件事 我想大家都可能有些不甘心 本來最研究思想 最懂得人性的人 他出來做輔導是你所當然的 是你所當然的 但是你出來做輔導的時候 你怎麼表達我是做著 什麼立場 什麼學派 學術 理論的輔導呢 那我又說回了 現在的臨床心理 或者精神科 他們處理著的對象是人 但是相對於我們讀哲學的人 你們大家會不會認為 一個精神科醫生 給你們 不是啊 大家 我們大家讀哲學 或者關心哲學的朋友 是更加清楚呢 不會的 是絕對不會的 人事什麼的題目 是哲學的大題目來的 精神科醫學的人 他都會 但是他會去到什麼層次呢 就是我們的生理結構 人的精神神經系統 那個腦部功能 或者 但是跟我們的腦外科不同 記住 精神醫學 他在讀內科 跟我們講的那個 那個腦神經外科 你要做手術 那班有不同的 兩回事 那裏先說 包括在臨床心理學家都好 大家會覺得 我們關心人性 人的話 人這個題目太大了 其實有一些書寫著 人學的 人學 人學 我都用這個字 人學 其實英文它本來 就用 study of human nature 裏面就是 列舉了很多 關於研究人的 很多的學者 學說 理論 中西都有的 當然 一個大 綜合體 哲學就是一個 這樣大綜合體 當然是很豐富 當然 如果我們看回那些 古典小小的哲學家 他真是現在的心理學家 根本就是那堆東西來的 研究眼 研究你的腦 研究很多意識 潛意識 當然現在研究思維 一會兒我們再中立 整理一下 其實這堆是什麼 但是臨床心理學家都好 大家會不會 其實包括社工 科目 畢業的人 他們都出來做輔導的 但是到哲學的人 和這兩組人 即社工 或者臨床心理學的人 分別在哪裡呢 當然 如果我們在說 很多我們現在 哲學系的教授 會不會出來做輔導呢 他未必會 他不會想做輔導 因為輔導是很個人的東西 而且很個人得來 就是 好像是一些治療性的東西 而哲學那個對象 或者我們那個思想 其實 哲學的內容 其實要解決什麼問題呢 我不想露凡島在座 大家去思考 即去回應這個問題 我自己去嘗試理解 或者去解答 自己問自己答一下 其實我們所整理出來的 其實你們可以認的 你們可以認的 其實哲學 現在我們抽離了 那些語言學 什麼心理學 剩下的那個內容 似乎比較重點 都是在 我們叫做 認識論 認識論 如果在認識論裡面 複雜一點 和心理的關係 就是我們的五官五感 怎樣和內在 我們裡面 這個我 和我以外的那個關係 那個認知 那你就要研究知覺 研究那個認知心理學的東西 那當然 我們 譬如我在日本的那個學系 它就叫做行為科學系 行為科學系裡面 它就研究這些心理 臨床心理 認知心理 學習心理 跟著有人類學 又有文化又有什麼 一大堆東西在裡面 又有哲學 那它用這個來去概括 這一堆學科 是相關的 那大家收這些 收這些 有些人又收到哲學 那 認識論 跟著認識論裡面 就牽涉到 產生出來的 我們都常用的 是不是 有些叫三官 有些叫四官 都不要緊 是一個人的價值觀 世界觀 生命觀 或者生死觀 是一個觀念 但是一個困難 就是說 我們 當哲學變成一個這樣的學科 因為我們其他 剛才說的那些語言學 那些 其實本來都是哲學系的必修 來的 如果我們沒有語言這個工具 基本上我們是 什麼都做不到 尤其是我們研究 意識前面識 我們在語言那裡再解釋下去 就是language as 一個symbolic system 去進去的話 你每一個syllable 每一個音節 你都要再拆下去 再看看它跟那個實體 跟你自己的意識 前面識的關係 這裡很大堆東西在這裡 語言心理學 文化 語言人 語言文化學 是嗎 language anthropology 那些 那些東西其實是複雜的 也都很獨立的 我現在一直講到這麼多 這麼混亂 其實意思就是說 其實現在的哲學 因為它太過無邊無際 你出來去做一個 作為一個實學去用的話 其實是很無靈兩可 不要說哲學 我們的臨床心理學家們 如果大家真的在學問的立場 去理解這件事的話 是一個很不幸 極度不幸的一個事實 就是 心理學的教科書可以很大動的 但是裡面全部都是不同的學者 不同的理論 一個畢業 心理學 或者行為科學都好 其實很不同 我們有機會再講 其實你是讀什麼的 我讀心理學的 心理學裡面有很多 無數的學者理論 你不是全部都用的 沒有可能的 你出來做心理學家 出來做臨床的話 你一定要告訴我們 其實你用什麼學術 用什麼理論 對 封親你的兒子 女兒 學校有老師要見 或者是要見社工 要見心理學 不是 要見這個 他們 社工 學校駐校社工 我有時多多口 我會問 其實你是用什麼學術 根據去做你現在的工作 很殘酷的問題 因為基本全部都答不到 他沒有辦法答出來 因為原來出來做社工的朋友 老師 其實他是用那堆東西 變成自己的一些東西 然後就出來工作 但是隨時他所學的五年 幾多年的東西 其實他可能只不過放在一邊 他仍然出來做事 在用它一個程序 就是你做我們叫做輔導 或者做學生的一些工作 的一個程序 但是裏面判斷的很多東西 你出來學會 你就會去講 我根據什麼學術 什麼理論 但是其實他真正做的時候 裏面是空洞的 是沒有根沒有句的 你怎樣判斷這個人的性格 你怎樣做到這個診斷 你怎樣判斷這個人正常不正常 或者怎樣判斷這個問題 應該去哪個方向走 全部都答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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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反而一個讀哲學的人 可能會有多些機會 是可以將這些答案解冊出來 但是剛才我們在講的就是 我為什麼要討論這堆東西呢 因為如果我們要定義一個什麼家的話 他是以那樣東西為一個工作 為一個專業 那這個專業這個工作 你必須要有你的謀生 成為你的謀生的一個支柱 如果你變成副業的 都可以的 他正業就是餐廳的做 但是副業就是心理學家 就是哲學家 都可以的 但是你都要在那個內容 有你的那個我們叫做工作 或者是一個事業的角色 社會角色 那你是做什麼的呢 一個哲學家 心理學家比較清楚一點 一個哲學家他出來 我是哲學家 我講哲學的題目 我講哲學的題目 是否在做一件事呢 包括黃先生 他在講一堆社會現象 我經常都諷刺一些朋友 我問你知不知道黃先生 他為什麼會賺到錢呢 黃先生就是 他講一些人家未必會講的東西 去諷刺一些 本來要想的東西 而不懂得想的東西 本來要做事 而沒有做事的人 跟著呢 就對著那幫我們的社會大眾 百姓 百姓聽見呢 心裏面 讓你說得到 我的心聲 很開心 於是說我給錢給你 你繼續說 但是現在社會現象不同了 黃先生說的那些東西 也是那些東西來的 諷刺社會這樣那樣 諷刺這些人那些人 但是來聽的人 質素不同了 裡面有很多學術的工作者 有很多知識分子 或者是有些部門的官員都有 是吧 很奇怪很矛盾就是 其實本來他要說 要諷刺的 正正就是社會的 形形式式的一些 我們叫光怪陸來的東西 或者他覺得不合理的 或者他覺得 要多些人關心 他在諷刺這些東西 但是聽的人 原來正正就是 要去解決那些問題 要做那些東西的人的話 你有什麼好笑而已 他在諷刺你們 諷刺這班有思想 大學畢業 社會動糧 諷刺這些人在社會上 做不到他要做的事 或者是做錯的事 那你們還少 還要付錢 不要奇怪 太奇怪了這些現象 那平民百姓 我覺得他們少 他們高興 他們覺得可以釋放到壓力 是值得的 是對的 那所以說回來 就是一個哲學家 我出來要做什麼的呢 我要幫社會 幫我前面的人 解決什麼問題 我怎麼解決他的問題呢 這個就是實學 你有這個實學的內容的話 你就自然做到事了 我出來幫人非法的 他頭髮太長了 我幫人剪頭髮 或者他痛 現在中醫都很困難 中醫現在現代中醫 我們叫現代中醫 和真正傳統中醫是不同的 畫一條線的 現代中醫出來 最容易賺錢的是什麼呢 是痛症 痛 因為中醫抽象 中醫那個最值錢的地方 就是他不用用很高價的儀器 就可以幫你把墨 說出你五座六虎 什麼什麼的大堆東西 說出來的 把墨 但是 是沒有根沒有句的 只有那個墨像 和你的手指 然後你把口說出來 錄音都可以 但是是什麼根 沒有根沒有句的 但是本來中醫的價值就是 假如我一個人 這個社會這些什麼 現代文明全部沒有了 我去到哪裡非洲的森林 我去到哪裡沙漠的角落 所謂天涯海角 我一樣可以用到我的知識技術 去幫一個人去判斷 其實他的身體狀況是怎樣 一個人就夠了 我們說現代中醫他偉大的地方 就是現代中醫 不是說古老古老的重家偉大 現代中醫他偉大的地方就是 一個人而已 他可以做你一家醫院裡面 那麼多的分科 你全部什麼耳鼻喉也好 什麼胸肺科 跟著又什麼什麼分科都好 皮膚啊 或者你說這些醫生專門治癌 癌都還要分很多不同科目的癌 跟著還有血科什麼科 兒童科老人科 很多很多分科 而令到這間醫院很龐大 很巨大 還有剛才說化驗的部門 很厲害 你要排隊啊 這裏排完這裏排那裏 跟著看完這裏看那裏 給了很多這裏那裏的錢 跟著你就去得到你的一些服務 但是一個中醫就解決完了 就做完了 包括呢 這裏剛才補充 現代中醫呢 只是針對我們那個 我們叫做肉身的body 但是真正的古中醫 傳統中醫呢 其實不是開宗明義 就是身心醫學 身心靈都可以 不過我們 我不喜歡說那個靈字 身心醫學 最少就是Psychosomatic 你整套東西 因為我們是天人合一 因為我們是知行合一 因為我們是身心統合 因為我們是一元倫 而西方是二元倫 身心二元倫 所以他可以分拆 西方的一個醫生呢 他如果病了 他看中醫是OK的 好的 沒有問題的 是異言論來的 我做的和我想的東西 是可以分裂的 但是中醫是不行的 其實 一個真正的古中醫 是不可以這樣做的 如果真正的古中醫 或者我們以道家醫學 或者現在的中醫來講 都好 如果你病了 糖尿會好什麼都好 不要這麼負責 你去吃西藥 胰島素 如果再複雜一點 你要入院 理論上你就失職了 你就不要做了 你的中醫不要做了 你在騙人 因為中醫的概念就是 你不可以知行合一的話 你不可以身心脫下 你就掛羊頭賣狗肉 你更早 而你自己病 你都不是用你的方法 你更早 身心一元倫 我很嚴肅地說這句話 就是現在的現代中醫 中國又好便都好 為何會慢慢失眉 失存 因為他言行不一 你說那麼多養生 說那麼多健康 沒有的 沒有做的 是很悲慘的事 但是一個負責任的中醫 或者是道家醫學 剛才說的 他一個人 他自己有注意自己的整體身心 就是一種生存態度 道家醫學 所以我們強調生存態度 用一種生存態度 去對生命 然後這種生存態度 他又可以拿出來 去做治療 去幫其他人 但是如果現在的現代醫學 現代中醫 他是一種被動 即是有病人來到 我幫他做 他被動 我幫他做 這些我們叫做現代中醫 他幫你急就好 幫你判斷好 但是道家醫學 我們就強調 我們的健康的自我管理 我現在拉開了少許 說這一堆東西 所以現代中醫 他有市場間 只不過是他已經很狹窄 因為現代人 我們是很不習慣 你說的東西靠你把脈 我都看不到 沒有數字 沒有圖片 你說的 其實有些醫師 是仲家抽象的 他都不用跟你把脈 他說看到你的氣息 OK 看到你的氣息 聽到你的聲音 OK 那就變成我們的 我們有五順 命復上醫生 那你就有上術在裡面 上術就是用你的五觀 聽到你的聲音 看到你的樣子 看到你的氣息 可以判斷的了 或者我們道家醫學說 我拿著你的天干地支 連續日時間 我說了你一生 什麼時候病 什麼時候出問題 什麼時候過關 或者過不了關 一清二楚 算病 書都有寫 現在有人寫一張 叫做創新中醫 我覺得就怪怪的 這些幾年前到現在 都是在做的事 你沒有什麼創神 你不要說創新 創新就是表示你不明白這套 又是一個悲哀 明明你都寫得這麼好 但你偏偏 敗筆在寫了你的標題 叫做創新中醫 一點都不是創新 本來就是這樣 所以這也是一個概念的問題 寫的人他不小心寫出來 現在我批評某些人 他本書寫成創新中醫 他要後悔一生 露出馬腳 剛才是說 如果哲學 我們可以提供到一些服務 清清楚楚 解決到社會上面一些問題 社工以前就是解決社會問題 社工的對象本來不是針對個人 因為社會問題 為什麼以前存在社工呢 我們以前那個年代呢 是有社工的北斗星 大家可能明白 因為以前 正如剛才是王子華先生 他做的偉大的工作 就是他將社會一些現象 沒有人關心 沒有人理 那個人是誰 是社會 是政府 不理的地方 他將他指出來 諷刺出來 一些奇怪的現象 不應該的現象 但是如果那個社會有做 老幼婦孺 或者是那些露宿者 或者是新移民 有做事 那你的社工 不是要入政府共同打工 就不是義工來的 以前我們的社工 那些是很偉大的 是義工來的 沒有錢的 自己做的 大學畢業生存 做社工 全部都是義務補習 義務整橋 義務修路 義務家房 義務 不是叫醫療 就是幫他解決一些生活的問題 解決到問題的 幫他補習的 那些很好 那些大學畢業生 穿著拖鞋去那些村子補習 教育學院那些老師 就更加是 就下去下面 就是以前 落副國安 現在那些 碧寮灣 那些 很偉大的 還有很多 修調整路那些 都是的 很偉大 說回就是說 如果他已經變成社會的一個 可被認受的工作 那 明正言順 你收錢 人工 有那個職位 那但是呢 剛才說這些政府都做緊了 那你社工這麼多畢業的話 沒什麼做也不行 那所以有一部分 他們也讀了輔導 讀了心理學那些 那些 那但是如果我說 你拿一個讀了這麼多 這麼多五年 接著多少年 就拿了博士的心理學家 心理學的專科畢業 行為科學的專科畢業 同一個讀社工畢業 社工裡面的心理學系 就是一回事 就是一個系名叫社工 但是其實裡面有心理學 心理學的主修 那就等同一樣 其實 教育學系都是這樣的 教育學系都是這樣的 教育輔導 但教育輔導跟我們普通輔導有什麼不同 教育輔導就是輔導學習上的問題 浪費了教育心理學家 根本就不是 西方是這樣的 兒童心理學家 婦女心理學家 然後就是老年心理學家 有什麼異常心理學家 全部去分得入分 但是其實本來的基礎 對著就是人 你不明白人 你說你自己專門研究兒童 但是你不明白那個人 整個人的話 你說你明白兒童都很好笑 根本切不開的現象 所以如果你一聽見這樣分科的話 我們就知道這些叫西方二元論的思想 中國的這套東西切都切不開 所以難度就是你一出來就是全部 你一說一句話 一做一個動作 譬如我們在一些古太極的概念那裡說 你的太極一出來你就上下左右快慢 或者是剛柔強弱輕重 全部你的動作裏面就包含了這些信息 就不是說我現在做完慢動作 跟著我才做快動作 瑜伽就變成這樣 楊瑜伽 陰瑜伽 或者剛的瑜伽 柔的瑜伽 一個小時做剛裂的 一個小時做溫和的 這樣分呢 不行 為什麼呢 因為你孤陰不生 獨陽不掌 本來陰陽是一對概念 你不可以切成兩件 所以就困難了 所以就斷了 文化就失存了 回到哲學那裡 然後呢 我很關心哲學 因為我的同學啊 前輩啊 朋友啊 很多都是哲學界 剛才說的 如果我們 具體化不了我們 在社會上的那個角色 我可以做的東西的話 其實哲學是不知道什麼來的 那你就應用不了 那我用某某哲學家的思想 可以 某某哲學家的思想 我現在去幫社會 你給一套 諸子百家呢 我們孔子啊 老子就抽象一點 孔子啊 墨子啊 什麼這些呢 他們在那個年代戰國 宣傳那段時間呢 他們有角色的 他們將他們的思想 提供給當政的 很多小國嘛 他們如果採購你的思想的話呢 那你就 好好的啦 收入啊 生活有保障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的社會 有哪些人需要有這一套思想呢 一套思想啊 去怎樣用呢 這個複雜的 那所以其實呢 我們如果回到哲學那裡了解 其實哲學讀什麼 學什麼 解決什麼的時候呢 剛才講的那些 認識論 或者什麼叫思想方法 或者叫世界觀 或者是這個價值觀 或者生命觀 生死觀 這些東西呢 原來 很不幸 是很個人 很個人的 你拿出來 你演繹到 表達到出來 而可以 可以拿出來作為課程 去教其他人 其他人又很願意學 覺得學了它 會解決到它 某某生命 人生的一些東西 那你這套東西 就可以服務社會 但是難度很高啊 因為現在我們知道 如果你越讀哲學 你越加會知道一件事 就是 過去的哲學家 他之所以成為哲學家 他是用很多邏輯 即是數理裏面 邏輯的觀念 去解決一些 所謂思想方法上的問題 但是這些東西呢 其實是 是 我們叫做 純素的範疇 可以叫做 即是一種 抽離了現實 而去 運算的一些法則 即是 等於現在你讀了 那麼多數學都好 你說你那堆數學 即飄有什麼事 那堆東西 你在現實生活裏面 你幫到什麼呢 很困難 不要說什麼 我現在日常生活裏面 我只是加減成除 我都用不完 都不夠用 什麼Cycle Science 又什麼Lock 你來做什麼呢 用不了 所以我 很不幸現在見到小孩子 他只見到那些哥哥姐姐 那些數學 那些書中學的數學 那麼大本 那麼大本 爸爸 我不讀的 連書都不想讀 日本都是 周圍的人都是 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社會 你不需要讀書 你都能生存到 以前我們以為 不讀書生存不到 但現在 原來不讀書都能生存到 好的 那麼他還需要讀書呢 那麼教育處就派人來 看看這個小孩子 其實 你為什麼不讀書呢 他就直接說 我覺得讀書沒有用 我說 阿Sir你幫我解釋一下 給小朋友聽 讀書有什麼用 跟著阿Sir都說 我都解釋不到 放棄 幫不到 沒得幫的 那個小孩子 讀書悶 回學時間 他自己有很多東西做 他自己網上說 好 讀書館去不去都一回事 你全部東西都吸收到 拿到他懂得看字 懂得讀到語文 寫到東西 OK了 打字的 現在 他有大班朋友 全世界都是這樣 現在變成 那這裡又拉開了說 就是說 越來越 我們開始明白一件事 如果我們在道家醫學的立場 我們更加清晰 就是說 原來人的那個思維模式 在天天 是你的個性特質 所以我們說你的性格 決定你的人生 因為性格 決定你的思維模式 思維模式 決定你的行為模式 行為模式 思維模式 行為模式 決定你的生存 態度 和狀況 那你的人生就定了 但是我們現在說 在道家醫學的立場 我們診斷一個人 我們不抽象 我們就是拿著陰陽五行 天干地支 跟著 就可以砌出年月日 不計時間 有二十一萬 二十一萬六千個組合 的pattern 去定義一個個體 一個人 他其實怎樣想事 和怎樣去行為 他的人生會怎樣 甚至會計算 他什麼時候做什麼 什麼時候會怎樣 嘩 仔細到不得了 已經 所以不再是一種概念 就是這些是很虛無 或者是很迷信 或者這些是很宗教的東西 不是 因為其實是一清二楚的 是一清二楚 我們自己讀完西方的 這些心理學 行為科學 我們再拿著天干地支 我們引證到很多東西 是清晰到你覺得恐怖 原來他可以這麼清晰地 去將一個人的 這些內在 先天的特質 是可以看到 可以定義到 可以分析出來 小時候就做到 一出生日 就有出生日 就做到了 那這個概念呢 是可以變成一種 我們叫做 剛才在哲學大科目裏面 抽到出來的 我們叫做 中國傳統生命科學 人學 人學的輔導 但是它是屬於以前的哲學系統裏面的一部份 屬於道家思想裏面的一部份 所以其實本來這一塊東西 就已經是 你可以定義它為哲學的一部份 不過因為它已經可以具體化 即是人就是這樣的 我們有身體的 有身體 但是這個部份 我們不叫它做身體 叫它做手 那這個部份 也不叫它做手 叫做手掌 這些呢 我們也不叫它做手掌 叫它做手指 那這隻呢 就不叫手指 叫做手指尾 或者這一個呢 我們叫做手指尾的指甲 我們不會叫它做身體的了 即是說 我們的思維呢 其實當它可以細分的時候 我們走了去細分那裡 回不了頭 回不了頭 即我不會抓住手指尾 你說這個是我的身體 是 這個是我的身體的一部份 這個是我的身體 是我的身體的一部份 但是小朋友 這個你不可以再叫它做身體 不可以再叫它做身體 這個是你的手 是你的左手 是你的右手 很清楚 所以呢 我們不會再叫 這個 道家醫學 叫做哲學 那有很多人執著的呢 就是其實中國的傳統思維 和西方的哲學 都不同 它裡面有它的原因 這裏我都不專業 不再多說 但是我關心的就是 回回頭就是 咦 那不讀道家醫學 不讀道家思想 你如果是莊子 莊子思想都可以的 即使道家裡面都可以分的 或者你是瑜伽的 新瑜伽 什麼瑜伽都 那你走哪條線呢 現在我們還有我覺得 我們近代瑜伽 是不是有很多大師在那裡 牽涉到一個問題 就是傳承的問題 傳承什麼 傳承什麼 道家思想 或者道醫 簡單說 我們不傳人的 是傳套思想 即是說 尊祖不言施的概念 就是說 我不是去跟人 其實佛家都說 我是依法 不依人 即是說 你有法的 你給我一套法出來 你給我看 你不要說 我就是什麼大師 你要跟我學 不是 你跟我學法 這個法 它有一堆東西在那裡 但是佛家的法 都很複雜 很豐富 而道家的法 就簡單一點 我們的法則很少 即是 你抽完整本道德經都好 其實它們整理出來的東西 可能是十句以內 精簡一點說 那這十句 就已經規範了我們 整套道家醫學的東西 簡單一點說 其實就是一個平衡的觀念 平衡的觀念 只是平衡的觀念 但是平衡觀念 我們不是這麼簡單 不如我們在公法裏面 首先 我們講這些零碎碎的 手啊腳啊 身啊 心啊 這些我們叫做零件 但是我們 道家思想的概念就是 要將這些零化為整 即是畫一個整體 我們叫做系統 所以整套道家思維 道家醫學就是一套系統思維 而現在的現代中醫呢 為什麼我們有很多的 有識知識的朋友呢 老師呢 他說中醫已經滅亡 古中醫已經沒有了 因為它已經不再是一個完整的系統 剛才說了嘛 本來開宗名義就是身心醫學 但是變成純粹看著身體做事的 你都講不到他的情緒 講不到他的性格 講不到他的人生 你都幫不到他自我管理 幫不到他生命的很多的設計 他的前途啊 他的工作啊 他的家庭 還有剛才說他的生存態度 你都沒有做 他的病你治好他治好什麼呢 你今天跟他調理回 即是回去繼續捱東西 繼續吃煙喝酒 跟著又病了 跟著你又幫他醫回 跟著他又病了 跟著你又幫他醫回 所以我就會講 如果你是醫而不養 養就是養生的養 道家醫學 我們主要針對就是自我管理 自我管理就是養生學 如果你醫而不養的話 你不如不醫吧 剛才說了 如果我沒有錢 我被動 誰借錢給我 借了給我 我有錢了 是不是直接解決到問題 但是我沒有還款能力 其實你借我 解決了眼前 但我很快就用完了 接著又問人借錢 又有別人借錢給我 我很高興感謝 我又用完了 這個就是現代中醫 或者現代西醫所做的事情 一清二楚 而本來中國傳統醫學的大前提就是 你自己的治愈能力 如果你沒有提升 你自己的自我管理 如果你沒有改善 對不起 我不幫你醫 所以出現了下醫治病 中醫治人 上醫治國 下醫治已病 中醫治肉病 上醫治未病 本來這套要問很清楚 皇帝內經 但為何現在中醫講不到 所以剛才我們說 如果我這樣定義的話 讀哲學的朋友就要高興了 我們的定位出來了 在整套中國傳統思想裏面 西方沒有這套思想 西方不是這樣定義的 西方剛才講的思維模式 剛剛很抽象 但我們很清晰 你眼見功夫 指痛 哪裡紅 腫 你看怎麼做 那些是很下醫的地方 而我們到家醫學的立場 我不是做 我不會做 我不會幫我 我不會碰你的身體 我不會摸你 我給你解釋 我給你學習 我告訴你 你怎麼改變你的思維 或者你的思維裡面 哪裡出問題 你的思維 那個模式 因爲這樣 所以這樣 你聽就收到 你收不到 你聽不明白 收不到 對不起 你全部問題只會不斷重複 直至到死為止 那有些模式 那個名色 叫做 如果它是不斷要自卑的 不斷要自毀的 夠不及的了 你如果潛下去的話 我拖累你的 因爲一個正的力 一個負的力 如果它是一個很強的負的力 你現在要拔回它向正 是不是一條數來的 它是負數 即剛才說借錢而已 它沒有錢 你借錢給它 借一下借一下 它不會正的 它不斷負 不斷負 跟著你的資源 你便沒有了 所以我們很悲哀 見到有很多 下水救人的人 前陣子一排 有個爸爸去下水 中國不知哪裏 去救兒子還是女兒 兒子 兒子 跟著自己又死了 兒子又好像爬上來 都死了 都死了 這裏又有 有些兒子 即是本來在浸的那個 就爬上來 下去救人的那些 就衝了去 那就很無辜 這些我們聽下去 但意思就是說 道家醫學 或者中國傳統醫學 的最大前提就是 那個人自己 那個自主 我們其實 如果他沒有這個自主性的話 你永遠是幫不到他 跌那麼多 你只是在消耗著他的資源 和你自己的時間 但你賺到的錢 你維持你的生計 但是你其實 是不是幫到他呢 自己就要想真點 否則的話 你不斷借錢給他 他如果是用錢來衡量 你的錢會沒有了 但是他都沒有改善 他仍然是沒有還款能力 仍然是不會去工作 那你幫到他什麼呢 但如果你是親人來的 你都會幫的 那就搞到整家都出事了 所以有些父母說不行了 去到哪裡 說要斬一刀下去 不是斬人 斬一刀切了去 斷了關係 好點一刀 我不會再幫你 不會再借你 於是現在的小朋友 青年 他不是要對父母 出手啦 搶啊 暴力啊 謀啊 殺啊 那就出悲劇了 不會想 他覺得他應份要做 當社會給一個這樣的醫療的思想 你有病去看醫生 醫生會幫你解決 原來是醫療的體制 醫療的教育 令到我們社會的人這樣想的話 剛才就牽涉到那個三觀 價值觀 世界觀 生命觀 我們定義 我們將他這樣灌輸給了社會 所以如果去到醫院 病人得不到他期待 你說你幫我們醫的 我們有病去看醫生 醫生幫我們 為什麼你醫不到呢 於是怎樣 很不甘心 你醫不到 於是就出手 出刀 據說現在 國內的醫院他們要戴頭盔 穿什麼 避彈衣 好悲哀 本來很偉大的工作 現在變得這麼恐怖 還有關鍵就不是這些病人 那些叫醫霸 那些病人去斬醫院醫生 不是這個問題 而是其實原因 原因是因為醫療的意識 裏面的被動 令到我們的社會 只會被動地期待你會幫我做 那責任在哪裡 你說你幫我的 當然在你身上 怎會在我身上 所以現在的健康問題 剛才說的 如果一個小朋友 他在這種環境 這種意識裏面 上大的話 有問題都是爸爸媽媽 都是社會 所以其實剛才說 讀治學的朋友會開心 我們要知道 下醫就自剛才的病 止痛、消腫、止痕 已經是病癥 中醫治人 就針對剛才說的 你的思維模式 但都是我們現在說 我針對個人而已 但是一牽涉到上醫 那麽高層次 其實就包括了一些制度性的問題 或者社會結構 或者剛才我們說的 一個群體 一個集體裏面的經營運作 其實全部都是很哲學的問題 我們叫上醫 那些全部是上醫 即剛才說的孔子 或者我們說的麥子 朱子伯家 那個年代 他們出去幫社會不同的國家 去提供他們的知識智慧 去解決社會國家的問題 或者戰略上的一些問題 戰略家來的 那他層次上叫做哲學家 那些降低 你針對個人 剛才說的 不蝕做的了 這些 再針對降低一些 治病 不要搞我了 這些厭惡性行業 所以如果那個人 他是針對人 做教育工作的話 你叫他折摸一下你哪裡 又按下你 折穴位 幫你刺針 拔罐 酒罐 拔抽血 不對你就不對 做不到下去 你會很辛苦 性格不對 你如果是一個哲學家的素質的話 你走高一點 看高位一點 但是我們要給我們的哲學家 有一個這樣的定位 在社會上有這樣的角色 然後這些人 他才會有他的工作 或者是專業 否則哲學家就很抽象的 思想是甚麼來的 好了 我又說回具體一點 這些我們的定義 我自己做了 OK的了 我覺得我已經解決了我的問題 我教哲學就是這樣 如果我教哲學的話 我就出來培訓出來的 他們將來就是社會的政治家 做社會工作的政治家 政治家就是 哲學家 怎可以沒有哲學的背景 沒有哲學的思想 而出來做政治家呢 是不是很過份呢 這個社會 讀人的專科就是哲學 思想模式 思想方法 認識論 這些全部都是哲學家做的 政治家正在做的 看著大社會 跟著還有國際關係 全部都是政治家做的 全部都是哲學家的範疇 專科 必修才行的 第二天要 如果你出來從政的話 必修哲學 不知道 但是哲學裡面都複雜 因為有很多門牌 這裡我們都回來 就是講了傳承 跟著講了傳承這部分 我們今天講完了 那些東西 傳承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 但是 剛才說的如果我對人很有興趣 我就發現了有一個叫佛朗伊德 有一個叫榮革 我就在想 咦 哪個適合我一點呢 看看看看 好像榮革好一點 佛朗伊德精神分析 怎樣 我分了 我自己選擇了之後 如果我去學他的東西 而變成我的東西 這個未必叫做傳承 傳承這個概念 很辛苦的 因為你要成前啟後 有個比例在這裡 這個比例 我們在道家思想 我們傳承一些功法 都是很清楚的 師父教我們的東西 如果我拿著師父一成 我教九成我自己的東西 這個我不敢叫傳承 是我自己做的東西 但是如果我們講 要給個比例 你叫傳承 叫得做傳承的話 最少你傳的要有六成 你自己的可以四成 七三都可以 那內加外加 我們都是這樣分的 外加就是 你每一套動作裡面 你修煉的內容 如果你的力是發出去打到 即將你的力轉移去對方 外界打爆了牆 踩粒了罐 打傷了那個人 力轉移了出去 這叫外加拳 但是如果我在做一個動作 但是我出的力 原來我未出到 即力出不會出去 而是我在一個動作裡面 已經收回來 在裡面自己循環運行的 沒有出的力 是在運動 隨時出到 但是我不出的 那些我們叫內加拳 那一套拳裡面 你放出去的力 如果你多一下 譬如十個動作裡面 有四個 只剩四個 可以的 但是十個裡面 你有五個 即五比五 這套是甚麼拳 就拗頭了 但是如果你有六個動作 是拳出了去 其實大部分 練外加拳 即拳擊那些全部 都是外加拳 萬一這個人在外面 他又遇到一些情緒 遇到一些對手 他一出 這個拳收不收 練內加拳的意思就是 他的拳 他要出的時候 其實他是隨時 他在練 如何收回拳 而不是只是 放盡 出重力的拳 因為放盡 出重力的拳 你一動 一出 就拳拳到肉 招招拿命 以前小孩子 我們看少林子 誰 莊三豐 那些 有些師兄弟 跟他打 那些拳 為何他那麼狠 狠的意思就是 他每天要拿人命的動作 但如果修練內加的話 其實他甚麼叫 點到即止 即是他可以控制到 手 其實我再動 就到你的危險 再大力一點 你就會點 即你的手 拿到手肘 都被你捉住了 你再大力一點 就斷了 這樣就叫 點到即止 你捉不到就不算了 你捉到了 但捉到 還要壓到你很辛苦 不過你夠強 還強 還好 不要斷 但是對方的力 已經出來了 那些就已經過分了 在講這個概念 即是說 如果我們在這個 剛才在講這個比例 這個六四比例 在講內加和內加 怎樣講內加和內加 怎樣講內加 先想想想 講回 這個比例 和剛才說的政治加 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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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全成的比例 前人給我們的東西 我最少要拿著六成 然後我有自己四成的演繹 加了少少東西 OK的 這樣叫成前啟後 但叫回頭 我們拿著前人 只是四成 我自己六成 就已經不叫做全成了 只不過我們 偷了師父的光 掛了師父的照片 我是什麼什麼的弟子 跟著我就出來做事 其實全部是我的事 這個我們這個比例的定義 就不叫做全成 很清楚的 我們去看 好在道家的概念 剛才說道家的概念 我們所傳成的內容 是幾乎百分之一百的 因為我們傳的是法 是法則 尊祖不言思義師 就是說 我們講的祖 就是由祖開始傳出來 祖的東西是什麼 那個內容 其實是很清晰的 不是叫他背了道德經那本書 而是裡面的那些法 我們拿到出來 比如我舉例 舉例 就是說 我譬如做一個動作 我們第一法則 就是線型的運動 而且是線型的系統運動 就是說我由膝頭 由腳 戴腰 戴手 手肘 手腕 手指 這是一條線 由腳指尖都可以 腳指尖到手指尖 一條線 是一個系統 這是第一法則 第二法則 每一個動作都有陰陽的交錯 或者是我們的互換 就是陰燒陽掌 陰燒陰掌 又第二法則 第三法則 陰和陽之間 有一個不動點 那個不動點 我們叫太極位 一定要有的 如果沒有的話 你打不到陰陽 陰陽我們比如說 我們有加速和減速 如果你沒有陰陽 即你沒有加速沒有減速 那一條線 一條線你怎麼會有太極呢 沒有啊 太極位是中間的風眼 現在這個山竹的風眼 據說很清楚 真是一個點 一個黑點 清清楚了 沒有東西在裡面 一個太極點 那這個太極點呢 我們必須要有原因 因為我們的力 全部聚在那裡 那你才能練到太極 那這個太極 純粹在力學上面 OK的 有些意思的 但是應用在人生社會 那裡是什麽呢 就是一個人際關係 一個人際力學來的 全部都用到的 那接著是什麽法則 還有就是剛才說的 這個六四比例 這個六四比例是什麽 就是萬事萬物裏面的 黃金分角平衡點 真正的平衡原來不是五比五的 是四比六 死物和生物不同 生物是有四比六 在互動著的 這個我們叫做動態平衡 所以剛才說的太極點 它不是一個死點 它是一個動態平衡的不動點 就是你站在一個滾軸那裏 找一塊板浪著那裏 你在那裏左右互換都好 腳在那裏平衡都好 其實你有一個支點 那個叫不動點 你是在那個支點那裏平衡你自己 但是你兩隻腳在那裏 有時反過你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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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吧 站在一個波上面 在那塊板上面 你左右站著那裏 還有呢 跟著第四領第五法則 就是 道家醫學裏面講的 上善藥水 你怎麽去做到上善藥水 上善藥水的概念就是 你做什麽事什麽動作都好 人生怎樣都好 你是用不斷追求一種狀態 就是用你的最低能量的消耗 去製造你最高的生存效益 就叫做上善藥水 做生意好 用最低的投資 最小的資本 找到你最多的收益 激制學好 什麽都好 那這些東西 都數完差不多了 還有一些的 那我們的功法裏面就有 我們的平衡概念裏面就有 我們的輔導裏面全部都是這堆東西 沒有的 你全就是全這堆東西 跟著你加加減減的 你自己喜歡 但是你不能沒有這堆東西 否則你就不能叫做道家的功法 就不能叫做道家的太極 就不能叫做道家的人學輔導 那就清楚了 那是法來的 所以聽說全城就是 我們基本上差不多百分之一百 我們不會 所以反迫歸真的意思就是 我不會 如果我聽到一個人 他說 我參考道家的什麽那位師傅 發明了一套功法 我就叫他做什麽功法 接著用他自己的大名 就出光碟出書 那樣在道家功法 在我們的立場一看 我們就可以定義這個是假的 是假的 因為道家的功法 我們不會再向手指分化下去 剛才說手已經不是body 手就是手 手指就是手指 這個是一個分化 但是道家的思想本身反迫歸真 去找我們的共通點 找那個平衡點的意思就是 我們沿著我們分化出來的線 回頭找回我們的連接點 才反迫歸真 所以我們尊重不言師 我們上回祖那裏 就是那個最核心的幹 驅幹 幹細胞好什麽都沒有 那個幹 然後這個幹 我們就會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 它其實可以衍生萬事萬物 不過你先回起點 就是reset 還原 然後才再出來 否則的話 你再分再分的話 只會社會或者狀態 就是越來越分化 越來越分裂 越來越找不到 剛才說忘記了 手指原來連接了在手掌 手掌貼著手臂 手臂跟著在我們的驅桿 那裏成為一個整體 你就會忘記了 現在我們的小朋友 是不是已經把父母很快去忘記了 不跟你溝通的了 不跟你互信息 沒有你傳訊息 就被它誤會你的了 去了哪裏都不知道 全世界都是這樣 斷了 跟著日本就變成什麽 由這個疏離 由這個孤獨 跟著就 其實是一種退化惡化 人類的一種老化現象 人類社會整體的老化現象 剛才說由疏離 由這些孤獨 跟著就變成了什麽 無緣社會 無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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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居然結婚 明明有些小孩 無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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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姨媽姑姐的 無關的 沒事的 沒事的 不要叫我去跟他們吃飯了 變成這樣 但是中國人本來這種系統觀念 這種一體觀 一言論其實是有它的原因 就是我們這道家思想的各種歸真那種概念 所以我們經常叫什麼形組歸宗 歸真那種概念 其實形組歸宗是來自這樣的思想 但是這個好處就是本來要化解人類的分裂分化 但是這個好處 同時對立的另外一件事 就是物種多元的概念 物種多元和歸真是對立的 聽下去 但是原來道家思想 它竟然可以把物種多元和反共歸真 那個歸真 兩個概念 它去統合了 變成一個概念 就是說 我們求大同泉少爺 一句話就講完 它尊重你的個性 容許你有個個人特獨性 但是也要求你必須要向整體靠攏 變成一個系統 否則 你就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就不屬於這個群體 你既然不屬於這個群體 群體就不會保護你 亦都不會什麼 一大堆東西 就是你的關係斷了 所以以前一個村落 如果被一個村逐出村的話 現在我們聽說 什麼所謂 我都不知多想離開一個村 聽下去不是很簡單 但是不是的 第一 你無法回去 第二 還有一件事就是 我們的田田地地分豬肉 分豬肉 其實是分田地 有得分豬肉 將來就有得分田地 就是現在香港原居民的丁地概念 女人不叫丁 這些沒有的 同意沒有的 你只靠自己出去開山 自己劈石的 其實是這樣的 你夠實力的 你去哪裡都行 去到城市就生存到 因為沒有了這支歌仔 城市沒有這支歌仔唱的 大家是一個新的集體 所以這裡又牽涉到 原來你的反撲歸真 不是那麼抽象的 它是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 我們要去認祖歸宗的意思 但是認祖歸宗就是 我是中國人 原來都不行的 其實你停在中國人 都很低層次而已 所以我們才說 我們是Oriental 東方思想 但是你一說東方思想 一會兒 我們希臘的朋友 或者我們中亞的朋友出來說 我們才是Oriental 那裏又有複雜的地理 文化 歷史那些東西出來 沒所謂的 其實到我們一直發展下去 就會發覺 如果你追上去 追索回去的話 很多文化 或者民族的創世紀 或者它的原始神話 或者我們叫盆古什麼那些東西 其實裡面的內容 很多很多都是很接近 很相似的 很多很多甚至是一致的 我們細緻一點看下去 就會看到了 否則其實人類 我們是不容易再次去找到 我們叫做和平的出路 或者是我們叫做溝通的機會 因為我們現在很清楚 因為我們現在很清楚 我們的分化分裂 不單在家裏分出來 而且我們自己的身體裏 身心 剛才說了 都已經斷裂了 我們的心 管不了我們的身體 失控了 所以不是有一本書 很大本的 寫著 Out of control 我沒有拿到來 Out of control Out of control 其實就是說 我們當一邊失控 一邊失控的話 其實最首先就是你自己的手腳失控 現在所以叫做 知覺運動統合失調 統合失調 就變成精神分裂 知覺運動統合失調 就是你的psychomotor skill出問題 射籃射極都射不到 走直線走不到 踏單車做不到 游泳學不到 或者很多很多需要你的手眼配合的動作 或者你寫一個看字 寫不到 字會寫著寫著 分裂了 等等 這些我們叫做讀寫障礙 或者學習障礙 聽起來就好像很現代 其實根本就是我們裏面的分裂 你腦裏面 你的手腳 或者我們叫做手眼 其實已經在神經系統 神經細胞裏面已經做不到 再樂化一點 那些叫做認知障礙 即它已經沒有感覺了 看到的東西 聽到的東西 在裡面 它們的產生是斷裂的 本來這個 我們以前早期的哲學會研究共感覺的概念 共感覺的概念 現在或者有些叫全式的概念 不過修道的人 如果真是修反迫歸真 去回歸天人合一的概念的方向的人 有一個很嚴重的副作用 很嚴重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當你把家人看成你的一部份 而你的家人現在看成他自己不屬於你的一部份 那你就很痛苦 很痛苦的 當你喜歡你這個女朋友或者男朋友 你把自己看成跟他是一體 命運共同體 不是 是身心靈一體 但是他不是 他出賣你 同床異夢 很輕易地跟別人好 走完 那你就很痛苦 因為你的世界觀 剛才說你的世界觀是一言論 他不是 因為複雜複雜在說 原來我們有世界觀 我們是這麼理想的中國的大同世界的世界觀 但是原來那個社會不是那個 你可以強迫他這樣想的 教育也沒有做 甚至教育正在做的是分化論 是說人和人之間要怎樣對立對抗 西醫是這樣做的 對抗醫療 西醫本來我們的身體每一顆細胞 任何一個生理現象都是幫我們自己去求生去治癒 但是我們西方的觀念 醫療 他們將這些咳 咬 紅 腫 身體任何反應 癌 都看成是你很惡劣的病痛來的 這樣就慘了 即是爸爸媽媽很吃力地去管教那些小孩 可能甚至會打他的屁股 用藤子來編了他 但是現在社會看成你是虐待兒童 那不用教了 教不了的了 沒得教 全部被人廢了武功 現在的父母你只可以用一把嘴講 但是原來你一把嘴講 你用恐嚇性的說話 他都說你恐嚇 你這樣舉高手 好像作狀想打而已 其實在加拿大還是美國 那個小孩已經可以告普通襲擊 普通襲擊最便宜最低的刑事 這樣已經普通襲擊了 你有段時間去搞很慘 女孩子更加你碰都不能碰 性騷擾了 他不喜歡你就會性騷擾了 他喜歡就撲起來抱著你 男孩子被女孩子撲起來抱著你 你會不會說他性騷擾了 未必會了 社會仍然是很不公平的 但當你撲起來抱著女孩子馬上性騷擾了 什麼男女平等 仍然是很不平等 女孩子拳打腳踢 找刀斬你 你都不會報警 我想男人不會隨便這樣報警 一家人 但現在女孩子你拍了他一下 可能他就報警 他不喜歡你 發瘋都行 隨便怎樣叫都行 不想後果 那就沒有了剛才那個系統觀念 剛才我們講的 牽涉到生命觀 價值觀 世界觀 生死觀 或者我們講的整堆天人合理 傳適論是什麽 本來理論上我們講的 媽媽去了加拿大移民 媽媽在那裏病 兒子在香港 媽媽那天胃痛 兒子我今天都胃痛 這種這樣的 現在叫量子也好 什麽都好 其實是經常存在的 我們那個年代都很多這些概念 自己都感應的 但現在可能沒有了 你死你的事 在街上見到什麽現象都好 或者真是眼前你爸爸媽媽怎樣都好 或者爸爸媽媽對自己的兒子也好 他很忍痛將他切開了 那說得低俗一點 就是你現在外面那些海報 穿外面那些年輕的漂亮小孩子 對不起小孩子 漂亮女孩子 他穿得多少也好 穿得多性感也好 你都不可以有反應的 要不然你就又是性素 看也不可以 看多一秒鐘都不可以 可能都會構成複雜些的一些法律上抵觸 為什麽要這樣呢 社會是嗎 那你不要穿成這樣 你穿成這樣 本來是惹人觸目 但是你又不讓人看的話 那你這個是一個分裂來的 或者我們說如果你在一個運動 那個鍛鍊的場所 你在跑到身碎身汗 跑步 跑步機 但是你前面有個電視機 上面呢 剛好你自己選台 就看著在游水 吃東西 唱著歌 就是你眼看到的東西 和你正在做的東西分開 脫裂 那這件事呢 又是在製造我們叫做虛擬現實錯亂 小孩子打機 為什麽這麽嚴重呢 因為他的眼不斷輸入就是一個畫面 畫面因為他有很多反應 但是他本來初時跑車 我這樣打側 轉左 這樣轉右 那個身會動的初時 但是慢慢慢慢呢 他不懂得動了 不動了不是不懂 他知道我不需要這樣動了 那他就不動了 不動了之後 其實他的腦輸入的訊息 和他的身體存在的環境就斷裂 那他的腦就不斷進入 他自己另外一個虛擬世界 自己的身體停留在現實世界 於是在現實世界裏面 他要過馬路 他判斷不了車 現在幾快來到 他以為衝過去衝得及 結果被車撞到 或者他在一個高度 他以為自己跳下去沒事 因為他的視覺世界裏面 他判斷不了 他沒有現實體會 他一跳下去 腳都斷了 跌死了 那就出事了 那這些叫虛擬現實錯亂 剛才我們說的 哲學的概念在很大範圍 有很多跟剛才的認識論 也好 世界觀也好 生命觀 生死觀 其實是息息相關 但是怎樣去變成一個 高層次少少的社會教育 變成一種社會教育工作者 或者是一種我們叫政策 或者是一種我們叫戰略 戰略家來的 參謀來的 其實我們在道醫那裡 都會出現兩類的 一類就是坐在那裡坐堂 我就等人來 接著幫人做了一種我們叫counseling 收去一次一次多少錢 鐘頭計數分析一個資料有多少錢 但是如果在哲學輔導的立場 甚至我們現在在這個道醫的輔導的立場 有另一類就是它是可以成為 某個家族或者某個人 他的一個老師 終身老師來的 即不是那些life coach 那些是很抽象的 或者也不是我們叫做體育教練 我們叫做私人教練 private coach 不是那一類層次 而是他一種思維 好像我們講的 諸葛亮在我身邊 我一有東西不問 我就問他 他有很多他剛才講的 那堆哲學的知識 或者他的經驗 去幫我討論 未必是幫我決定 絕對不是的 我們不會幫那個client 是決定 我們幫他討論 跟他參考 跟著解釋 如果A就這樣的結果 B就這樣的結果 那他自己選擇了 但是最慘的是 如果他選擇了條路 其實不是很好 你可能都要跟他執手 那這個過程有很多 剛才講的主動 被動 或者他這個當事人成長 或者他很小的小朋友的時候 我們會遇到一些人 他有一些錢 他就跟你說 老師你幫我教我兒子 你把你這些豬子百家都好 不是教他弟子規背書 你把你的思想教給我兒子 小朋友小學生來的 那這個小孩子 如果他這件事 真的每個月給你多少萬 幾多十萬人工的話 你就做他的家庭老師一樣 但是不是教他讀書寫字 而是教他思想做人 然後這個過程 這個小朋友一路成長 就好像一陶姐一樣 陶姐本來做工人 劉德華那套戲是嗎 是工人來的 但是他有思想 他有做人策略 他有做人方法 而這個做人策略 做人方法 或者好像蝙蝠俠那個管家 蝙蝠俠還有 都有的 超人 超人好像不是 蝙蝠俠那個管家 這些管家 其實一個不小心 他根本就是一個哲學家 根本就是思想家 他在幫這些小朋友 一路看著他大 然後在這個過程 輔助他成長 甚至幫他處理一些問題 但是都要最終令到他成長 不是好像剛才說 我代理解決問題 那就死定了 這些其實就是哲學輔導 或者我們叫哲學的一種 社會的價值和貢獻 我自己會這樣看 而這些真是上衣的立場 但是你將這套整理了之後 回到剛才說的全城那裏 所以你的難度高一點 但是如果你有多少根據 現在譬如我講 我是道家思想演繹 然後衍生出來的一套這樣的學問 道家醫學 我會輕鬆一點的 跟著腦子 跟著腦子混蝕 記住現在我們不是說道教 因為一清二楚 尤其現在國內的政策 對宗教是越來越嚴 如果你在網上微信裏 你傳你的佛像 你說你的道 背你的經 把你讀完經那些東西 放上去的聲音 將會都抵觸法律 你要申請 你要持牌 如果我像道士一樣出來 我教公法 在公眾場所 那雍小姐 雍正貞小姐之類 他就會出來 你拿你的證件出來 我要看你真和尚 是否假和尚 真道士或假道士 好了 那你就要帶定你那本教職人員 現在中國新的制度 叫教職人員的證件 不是教書 是宗教教職人員 他叫教職人員 你屬於哪個門 哪個派老師 即你的師父的名字 寫了傳承 否則你不做這件事 你已經是假的 你沒有證件裏面是假的 這是另一種故事 即是說 社會要管理 明白 否則真的太多假的 但是 我們經常都說 本來判斷真假 不是靠你那本證件的 證件你去申請就有的了 只要你不是很嚴重的背景 你去申請都會批准的 但是現在等於我們學歷 你去讀 你也有證書 你都畢業的 但是不等於你一定叫做哲學家 所以我們現在 好了 回到剛才的問題 如果我們又要尊重個人 人人個體 即是圖者都可以變哲學家 都可以變哲學家 不用讀哲學 你出來講故事 都可以變哲學家 以前報紙有很多個寫形形色色的 叫做甚麼名字 即是有些人寫的小故事 是很有哲理的 你看看看 覺得學到一些東西 包括漫畫那些都是 漫畫裡面不是有很多哲理的嗎 夠的了 可以解決到社會問題 解決到一些人心的不安 剛才說回傳承 當你有自己一致成一派的話 你就要花多點心思時間 去標榜你自己的獨立性 獨特性 然後你就去傳授你的學問 或者知識技術 如果你這麼幸運 又找到老師 那老師給你的東西 你拿著六成 自己有三成 四成 那你也都是傳承 但是那個意義就是說 理論上 在我們的認知下 既然人呢 是由一個細胞分裂出來 生命呀 單細胞一路分裂出來 我們的祖先 是由一個額老祖 跟著一路分化出來 或者我們在說 我們是甚麼炎王 又是甚麼子孫 很遠古有很少的人口 一路分化出來 我們最初最初的知識 其實不是我們自己發現 而是神託的話 所以太初有道與神同在 如果我們看英文 他那個神 不是神 是the word W-O-O-R-D 那個語言 那這個語言呢 這個聲音呢 其實是甚麼來的呢 我們先不要理它 就是說原來文字也好 如果是神託的話 或者是最初的 我們說的 人如果是有共感覺的話 我們最初的祖先 他所感應到 得到的知識技術 或者那個觀念 知識 其實是最完整最豐富的 那這個是一條 我們叫做 你是無得懷疑的 一個句子來的 因為越原始的東西就越完整 這是一個無得懷疑的一句事實 那越原始的就越完整的話 否則你越近越新的 你就越分化越分裂 越分化越分裂 你拿著手指弓 你又得不到整體 但我回到中規中 然後在這裏再出去看 我就看到 再次分化 你就得到現在的現象 意思就是說 語言學也好 什麼也好 它是以古為真 所以我們那種上古的精神 本來不是一種 一種盲目 不是一種 純粹叫做封建 不是那種概念 它是有它的學術根據在裏面 上古的精神 即現在叫做人生不古 是上古的 而那個古 如果我們這樣定然 你越古就越原始 越原始就越完整的話 你如果說我現在是一代宗師 我今天發明了一件事 那你就真的很偉大 很厲害 因為你的思想 你感應根本都不完整 我們的頭腦都已經不是天人合一了 以前的人自自然 本身就是天人合一 本身就是共感覺的 他得到的就是最真實的 我們現在已經來天萬象了 即我們得到的東西 已經是很皮毛很表面的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最初那個人 是看到那個現象 真的聽到如果有神 聽到神跟祂說話 那個神我們不是說祝教的神 那個字來的 即是WRD 然後由那個一個一個 一代一代 傳傳傳 傳到現在我們在一本書裏面 看到文字 接著用來讀 接著以為我們學到一些東西 原來這些全部都是 一手資料 變成二手 變成三手 變成四手 現在是多少手資料 無數那麼多手資料 那你怎樣回到最原始 那個最朴 最真那個手 於是乎我們就知道 有太多人 就開始建議這件事了 不思考的練習 即是說 好像猶太人說 人類一思考 上帝就發笑 思什麼考 你研究什麼思考 你的思考 即是你個人分化 你個人的主觀 擺脫不了我們個人主觀 所以在道家醫學裡面 你首先要解決自己問題 你認知自己的問題的話 首先你必須認知自己的局限 認知自己的主觀 否則的話你什麼改善都做不到 根本我們就是主觀 根本我們就是有偏見 我就是手指公 我就是手指尾 你都看不到 原來我們連接在一個手掌那裡 看不到我是左手 看不到我是右手 看不到原來中國人 跟那邊的人 是相對成為一個整體 看不到我們 其實跟其他哺乳動物 可能有很多相關 看不到我們跟甚至植物 可能有很多的連帶 那這就牽涉了 就像榮隔的集體無意識 那這個集體無意識 再遠古一點的 你跟這個地球 太盤古初開 那個地球的共振 剛才說你越原始越古老的東西 原來地球有個頻率 我們現在講健康 開始有些書 去書局見到要折地氣 折地氣 你不可以穿膠底鞋 你踩著地才行 那你連帶溝通 不思考的練習 跟我們講 命符相依山 是個符 你要練習你自己的符 你做塔羅牌也好 你做Dowsing 做靈擺 做什麼的占卜 概念也好 你如果歸不了 你仍然有那麼多 你的意識 你其實是做不到占卜 因為你占卜 你要拿回前面的意識的話 你要拿大氣裡面的共振的話 你要拿對方的信息 拿它的頻率的話 你便不可以有自己的頻率 你要代入它的頻率 你不是代入 你怎知道它有什麼頻率 你便要沒有 即是等於你首先 要將自己變成一壺清水 沒有東西的 沒有 所以要靜 要虛 要空 沒有東西了 跟著它給你什麼 你便接收到什麼 那你便可以講出來 現在我看到什麼了 我感覺到要練 要練 那這些呢 在我們的立場 一點都不新鮮 什麼不思考 寫叫做不思考的練習 但是其實 不論我們中國傳統道家 什麼家都好 有太多太多 我們要 就是 煉型化精 煉精化神 煉型化精 煉精化氣 煉氣化神 然後又有什麼入虛 然後又有什麼入道 然後又有什麼回歸治 一大堆這些過程 其實 或者我們在講 你練動工 然後變成成功 然後你可能練癖谷 然後你閉關 然後你後來就會 什麼 飛聲難 整個過程的其中一部分 不是獨立的 所以這些我們知道 如果我們這樣想的話 這個又是一個世界觀 我們就要盡量拿回 一些遠古一點的前人 他們的一些學說 思想 理論 在裡面去吸收 然後看一下我們 如何盡量去追溯 它裡面的那些原則原理 所以我們在大學裡面讀書 老師都會叫 你要看回原典 original的東西 你後來那些演繹 那些教隊 什麼那些人去註解 那些是 變成第二首 第三首 第四首 不對的了 所以有老師叫你 哎呀老師 你幫我翻譯 翻譯這篇 對道德經的註解 其實你越多這些註解 那個原點 你就越遠離它 那你要鼓勵人去看道德經 其實就不是鼓勵人去看你的註解 就要告訴它 其實道德經 其實 其實都不用看 就是不思考的練習 道法自然 你不是最好在 都要看的 看完之後你就知道 有這些字句 跟著這些字句 告訴你道法自然 那你怎樣回歸到自然去 在自然裡面感應到 是不是好像重新再學 其實不是的 你已經輕鬆了很多了 這條路已經是一條捷徑 你不用再摸索 不過那裡不說 但是這個傳承 我們會覺得 如果你是有這個 詩承系譜的話 你就容易的 所以這個詩承系譜 譬如剛才說 你佛朗伊德呀 榮格也好 你就要說自己第幾代 說第幾代 就是說 你是剛才說第二首 還是第三首 但是如果我們 不是用道家思想 說反國歸真的話 你是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就是你越後期的傳承 就表示你越失真 即是說你已經叫失真 你要copy的copy copy的copy 你便蒙茶茶 所以道家思想 這個反國歸真 是很高的智慧 就是說 原來我們不是這樣傳的 你這樣傳的話 是死定的 那個文化 一定是失真 一定是向上穩的 所以如果師傅不懂得教你向上穩的話 師傅便會弄死你了 你還學師傅的東西 師傅必須要教你 我只是把法傳給你 你學到法 或者我說錯 你怎樣把法追出來 向上穩 就叫反國歸真 還有呢 就是我們說旁線 都要參考 但是旁線 你很難參考 因為我們說 你跟左手上的 他在右手上的 到最後你才歸宗在這裏 你在左手上 和他在右手上的 這個過程 你見不到的 但是有些人 一個老師 他懂拳 他懂掌 他懂棍 他懂劍 好了 其實傳開了給四個不同的弟子 因為剛巧四個弟子 他們自己的喜好不同 但是 一個新人 他跟著學拳 他只懂拳 就失了個獎 失了個棍 失了個劍 好了 有機會的 他跟全部師兄堂線 學完 你才回來 十萬班武藝 最初的老師全部懂的 跟著他傳給十八個弟子 十八個弟子 大家互相都傳給他們的弟子 所以你只是 你教棍那個就傳到棍 你教不到劍 所以如果你學棍 你又想學劍 你唯有跟旁線學 難度很高 但是現在的社會變成這樣 所以就沒辦法 現在的的士司機 懂不懂弄車 未必懂 以前我們看著的士司機 但每個人都在弄車 一有空就在自己摸 打開車頭看 其實社會就是說 現在我們連自己身體健康都照顧不到 交了給醫生 現在連自己的日常生活衛生都照顧不到 交了給工人 懂得煮飯 懂得批皮 是否日本那些娛樂節目 找那些小哥小妹出來 是嗎 大家鬥快批蘋果 一個又怕刺傷手 一個又怕刺傷手 一個又說不懂批 又嘻嘻笑 其實一些都不好笑 很悲哀 蘋果都不懂批 橙皮都撕不到 那你吃不到東西的了 不是呀 有工人給他吃 因此其實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不懂得用這種思想 這種價值觀 世界觀去想回生命 看回人類 看回社會的話 其實我們今時今日的社會問題 已經是病入高方 完全是獨立不到 那剛才說過中醫偉大 就是他一個醫師 他去到哪裏都好 他原來真正的中醫 不是那堆中藥 不是那堆藥點 藥表裏面那堆中藥 中醫它有裏面的法則 而這些法則你跟足的話 你去到沙漠 去到非洲 去到北極 南極都好 你都會找到當地的一些草 一些什麼東西 而去砌到你那個系統那裏 變成我們中醫的醫學 就不是跟你的地方 如果跟你的地方 現在就有藏醫 苗醫 什麼醫 分曬 巴西 巴西的草 但是原來 概念不是這樣的 本來的中醫概念不是這樣的 生土不義 你去到哪裏 用哪裏的土 用哪裏的草 跟著你便做你的醫 這個就是個法來的 所以如果全中醫全塞 如果我們講以前的中醫在哪裏 在中國的中原 在中國的四川 或者在哪裏 山東等等都好 什麼都好 廬山 但是 現在我們都不在那裏 那你傳出來的是什麼中醫 拿著本書就在講中醫 原來張仲景的傷寒論 它對陰陽五行已經很含糊 陰陽五行才是中醫的系統 不只是草藥學 草藥學是民間醫學 針灸可能不是中國 是引渡全國 也不屬於中國的東西 那些拔冠 那些全世界都有人做的 也不屬於中國 中國唯一的傳統古典醫學 其實就是 建基在陰陽五行這個系統上的東西 建基在道家思想 這個道醫學裏面的東西 如果我們這樣看 這個是我們的根本 我們就向那裏走 你不要只拿著手指 弓手指 什麼來講 現在這個叫做現代中醫 這樣就浪費了 所以那個傳承 你進到那條線 那條線 它是越追得去遠古原始的話 我們在那裏一路收上去 所以叫收真 其實是正路來的 那如果社會上出現一些大師 他說他自己創出來 突然之間通靈得到的東西 你就儘管參考一下 有用就拿 但是那個概念就是說 不知道他哪裏的那些東西 都可以的 都可以存在的 講到這裏 就完了 就是一個概念 如果一個社會上 有一個人 他很成功 呼呼喚語 很多人做他的粉絲 做他的弟子 不是 去聽他講 很高興地聽他講話 但是聽聽聽聽 現在國內很多這些營銷的概念 他給你買他的教材 錄音 很多東西 但是最主要就是說 如果他所傳授的 不是一個系統性的傳授 不是系統性的傳承 他明明有的 他幫你拆光給你的話 其實這個傳承 他是刻意破壞的系統 或者他無奈地破壞這個系統 其實對傳承是極度不利的 這是第一點 一定要中國傳統一傳 就是整個系統 我們叫系統性學習 是必須的 新心就是 一開始就是一個新心 他不會說 我教完你的身 教你的心 不會的 我們比如教動作 最少我們要教腰手的連帶 不會說只是教手 只是教腰 腰會做的 但是一講連帶就是腰手 或者腳連下腰 就是腳腰手 一個系統來的 所以這個系統必須要強調 第二就是說 如果有一個神人神醫 他做到很多事 摸一下你就好了 但是我問你 老師你可不可以教我 他說我教不到 這些我不知為何會做 這個在我們的立場 也不等同一個文化 因為我們必須要知道的 它是可以被傳承的 才叫做一個文化 文化要你傳承 接著還可以普及 但是如果那個人 他自己的個人魅力 他雖然說 故事很厲害 很多人聽 給錢入場 撲飛 他是一個藝術家 他畫了一幅很美的畫 講了一個很美的故事 唱一首歌很動聽 但是你叫他 老師你可不可以教我唱 唱得好像你那麼好 對不起 不行的 他教你發聲還可以 他教你如何控制字音可以 教你如何動作表情還可以 但是你唱不到他這樣的 你以為你想像他這樣的成績出來 賣到這麼多錢 是做不到的 所以如果外面有些補習社說 老師九個休的 十休的 我可以 你們都可以的 其實不可以的 根本就不可以 怎會可以呢 根本就不同人 老師飛船走壁 我可以 你都可以 當然不可以 武當山前收帝子 頭幾天就看那個人的筋骨 如果他打兩下 又斷手又斷腳 送他回去落山回家 做不到 那些筋骨都 最基本的都做不到 你如何飛船走壁呢 或者我們在體育的立場 這個老師看到那些小朋友 究竟他游水啊 田徑啊 還是什麼 他看到的話 就幫他分科 但是現在回到一個問題就是 太早分科 就出現剛才的缺點了 那你就沒有了系統了 所以剛才說的一個概念就是說 原來道家 他既重視或者強調 保護個人特色風格 百先過海 你可以各顯神通 十兄弟 是不是 有各自的一個特質 哭都有用的 這個就是中國的 這個物種多元的那個意識 來的 很清楚的 很清楚的 但是同時 十兄弟 是十兄弟來的 是一班人來的 而百先過海呢 那隻船呢 是一起坐的 假如 最初下 跟著就回出去 郭顯神通就自己過海了 那 講的是 原來道家 他尊重你個體個人特質 同時他追求著 如何去共生 共存 共榮 那這幾個字呢 就很重要 到近代一點 我們叫做共和 很重要的 那個和字 那個和字 幸與不幸 在日本人手上 太極哥圖 幸與不幸 在韓國人那支國旗上面 那本來這些叫漢字文化圈呢 我們一拿個和字出來 一拿個共生出來 首先呼應的呢 應該就是 這個亞洲區的漢字文化圈 但是我們現在 連自己的漢字 中文的小圈子 都未搞定的話 我們其實很慚愧 作為中國人應該慚愧 都和不了 都共生不了 不要說日本人 韓國人 不要說現在講 歐美那些 那些概念 為何這麼多對立 為何這麼多分化分裂呢 其實就是 簡單地說 假如他們全部人都懂 或者追求我們 多一點點 中國的傳統文化的話 其實是會有機會走在一起的 而西方有沒有這些文化思想呢 我們在剛才講的方法論 在哲學的南場 不是沒有的 是有的 不過不被強調的 不被強調的原因呢 複雜的 很複雜的 其實社會裏面 為何看下去 它尊重個人 看下去它尊重社會 但是實質上做不到呢 其實簡單地說 如果我們看它的教育 看它的醫學 我們就知道它的本質 其實是身心一元論 還是身心二元論 是一條命來的 原來西醫分成內科 跟著有心理 臨床心理 跟著有精神科 原來是全部分科的 那你說什麼是一元論呢 這條命 你都不是用一元論定義 跟著教育 如果我們教育 我們不是有教無類 或者我們不是恩財師教 這句話 多厲害是恩財師教 做不做到 很多西方的教員都會說 我們恩財師教 但是做不做到 做到就OK了 我們做不做到 就一樣了 你說無用 你做到恩財師教 恩財師教 就是尊重物種多元 尊重個人差異 個人風格 其實很現實的 所以說 如果我們肯拿著語言 去講 去要求 你言行一致的話 社會很簡單 但是現在社會太複雜 就是原來我們是容許人 是偽裝 或者假裝 為什麼說他容許 剛才就說了 如果你做中醫 你有病 你看西醫 那已經是容許 西醫我們容許 因為西醫我們知道 他身心二元論 但是條命你都可以容許他 假裝 你出來做中醫 原來你有病 你看西醫 我們容許他這樣的話 這個社會沒有什麼希望 就是你想發展傳統文化 是沒有希望的 但是剛才我們說的 你發展這個 身心一元論 你去修真修道的話 有很多副作用的 就是說 在人際上 你不可以要求 別人跟你一樣 你對他是家人 他對你不是家人 你就會經常被他刺痛 流血 他要離開你 你就穿了個洞 就流血不止 或者現在說的地球 這裡又被人破壞 那一棵樹被人砍了 接著那個海有污染 那些海豚又死了 你就會白空千瘡 因為你感同身受 因為你悲天問人 死未 死定的 這個修道人 你就要很龐大的修圍 你要很高的道行 去對抗著這些傷痛 一棵樹倒塌都不行 好像林代勇一樣 那些花批下來 哎呀秋天 一棵花 枯了 你都會痛的 原來 感覺上真的痛的 所以 原來中國剛才說的 醫學層次 為何這麼虛無 這麼抽象 去到一個地步 就是說 原來病人還沒進來之前 或者他給你電話 你預約 你已經胃痛了 因為那個將要來的人 其實他就是胃有事 他馬上跟你連帶了 量子糾纏了 你馬上感應到他了 你的頻道如果調得準的話 那你自己胃痛 你自己懂得調理 你說醫師 那我不是練功啊 我呼吸啊 喝東西啊 不痛了 接著那個病人打給你 醫師我今天取消了 我不痛了 那你可能沒有了個客人的了 他不病了 或者剛才說的 如果你的病人進來 你知道他在哪裡 你知道自己有這個感應 其實你只是醫自己 接著他就好了 這一種的治療概念 其實夏威夷啊什麼 他們都有這種概念 這種也是一種詮釋 也是一種同步的概念 這種同步的概念 因為現在的量子科技 量子物理學 量子醫學 不是 因為量子物理學 量子的科學 而衍生理解生命 因為原來現在有人出的書 就是說 如果沒有量子的概念去演繹的話 你解釋不了生命現象 原來生命現象的本質 根本就是量子 那就複雜了 或者現在這裡講 《不思考的練習》 它其中有個題目講什麼 其中有一個題目 其中有一個題目就是 因為其實不思考 其實就是剛才說 我們跳回去 回歸回去 你未有語言分化之前 你未有意識分化之前 的那個原始生命狀態 那個狀態才是最原始 最根本 去講天人合一的現象 不過句子不知道去哪裡了 不要緊的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我們練這堆東西的話 其實當我們一有思想 你就要知道 你就要小心 原來我們的思想 是來自我的主觀 剛才說的 我的分化得出來的個性特質 來的 但是研究思想方法的哲學加援 如果你有一套東西 剛才說 你有一套東西 是拿到出來 然後給到眼前的人 給到社會 而令到社會受惠得益的 那你也幫助了很多人 因為他與生俱來的 那套自己的思維模式 其實可能是有歪曲 有扭曲的 太多了 剛才說 有人天生是很妒忌的 有人天生是自偉的 有人天生是自暴的 有人天生是自大的 有人天生是自卑的 那些人他生活得 生存得很痛苦 那我們就要幫他調整修正 但是我們幫他調整修正 解釋給他聽的時候 第一我們要用白紙黑字 告訴他你的問題 因為這樣 所以這樣 我跟你診斷 根據什麼 現在得出這樣的結論 你參考 你明不明 他家人聽到 可能我已經流了眼淚 只是當事人不接受 因為家人看得很清楚 聽見老師一說 他真的是這樣 有客觀 然後第二部才在說 原來我們是怎樣 平衡他的不足 平衡他的歪曲了 偏了的地方 所以我們才講 陰陽五行 如何補回什麼 或者化解什麼 那裏就是整套 我們中國傳統醫學 道醫學裏面的一堆概念 但是其實都是一個天地人 整體觀 我們有在天聖像 在地聖人 聖人則之 那這堆意識呢 為什麼我們幾千年 二千五百年前 或者我們說天干地支 這個系統 不是那麽簡單 天干地支 裏面已經有天敵人的思想 有了陰陽 有了五行的整體 那個平衡 有了二十四節氣 在裏面的了 乾枝系統 六十甲子 在甲骨紋裏面出現 齊備了六十甲子 那我們怎樣去理解 這些這麽遠古的東西 原來這麽完整的呢 到現在我們的教授 我們的老師 他都未必理解到裏面的 很微妙的這些東西 除非你學陰陽五行 陰陽五行就是一套符號 一套語言 一套interface 將這些自然現象變成符號 然後可以被人操作 被人記憶 要不然你解構不到 很抽象 天文地理 很抽象 天地人很抽象 日月星辰很抽象 有那些什麽五行那些 很抽象 但原來它變成符號 有法則 這些法則很清楚 那麽我一定要強調就是說 我們有下醫中醫上醫 各取所需 你喜歡做下醫就好下醫 好對 好清晰的 痛變成不痛 腫變成不腫 那你收工 不是你收錢 接著你就收工 對人治療 對不起 有困難 剛才說了 對方有問題 他不會覺得理 所以他不覺得自己有問題 是你們周圍的人 覺得他有問題 他不理 你什麽都做不到 所以 治療是很難的 好了 到他來到他問你 你說了一大輪給他聽 一次一次一次 等於現在你跟家人說話 他不理解 不理那些人 先不理解 來到他都不理解 你都幫不到他 所以這個治療的人的概念就是 你就是教育工作者來的 你怎麽令到他明白 令到他接收到你的功德無良 然後你才可以幫到他少少東西 跟著再高層次就是 政策的制定者 剛才我說的政治家 或者社會工作者 全部都要讀哲學 那個概念就是 你要掌握人的思維 思想方法 人的世界觀 什麽觀什麽觀 這堆東西是什麽來的 怎麽去建立 或者怎麽去比較理想 理想的世界觀 理想的生命觀 那麽我們要有你的一堆東西 那麽這堆東西 如果你個人的話 那麽恭喜你了 你就是一代宗師 那麽你自己自立蒙古 如果不是 你就要講傳承 你自己一代宗師 你都要傳承 但你傳承那個系譜 就由你自己努力 那麽如果我們已經有祖先 祖師 一代一代 你是第幾代的 那麽你就試試跟回 然後用回思成 那麽我們一定要强調 譬如現在這裏 這個講的 新亞 那麽 它裏面寫著 傳承與 傳承與師之 到處都講傳承 什麽叫傳承 原來現代的學校教育 只是一個知識的集貨店 百貨公司 你開一間學校 接著請了A教授 請了B老師 接著去教他的東西 一個不小心 潮流變一變 對不住A教授 我們那個合約 明年不幫你做的了 你回家 你寧謀高就 隨時變得改得 第二 你的學生 不屬於你的A教授 你不可以叫那些學生 是你的弟子 你不可以帶他們去 你那個學堂那裏 做你的學生 這些是我們學校的學生 所以這個是一個知識 或者技術 傳承知識技術 聽上去的一個百貨店 人客來到買東西走 你在經營這堆東西 但是如果我是孔子 我來到你學校大學 有錢我去教育大學 見到他寫著 為什麽現在的社會 不會再出現第二個孔子呢 我心裏面有答案 根本在學校的現代 在教育學校的教育制度裏面 是沒有可能出現第二個孔子 根本它不會幫你 支持你做任何你的文化傳承 即是說我是孔子 你現在很榮幸 你請我做教授 我出來教 教到退休 那些都不是我的弟子 是我的學生 而那些學生 他都沒有必然 有義務也好 有什麽都好 去成為我的弟子 他不是私情制度 他只是學生和老師 本身制度已經缺失了 所以孔子 如果你再生 再天之靈 你今天還想有另外一個孔子出現的話 你要自能 即是你要自己有自己的傳承 的制度 傳承的結構 好像日本 譬如說王子華 說他是一代宗師來的 但他有沒有傳弟子 沒有 有沒有弟子 好像沒有 我所知的沒有 但日本他們的上升 他們的下雨 他們的形形色色的 他們的傳統文化 原來是有私情制度 一清二楚 第幾第幾代 第幾第幾代 什麽什麽師 包括他插花好 油道好 空手道好 什麽極真 什麽都好 全部是一代一代清清楚楚 韓國都是 韓國的族譜都很清楚 這些才叫做私情 才叫傳承 否則的話 你幾厲害都好 你睡了覺之後 你就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 那你就拜拜 就完的了 那你就什麽都沒有 傳什麽 你無得傳的話 你就彈花一現 彈花一現的話 在我們做文化教育工作的立場 是沒有價值的 對社會沒有價值的 為什麽對社會沒有價值呢 因為社會需要文化傳承 才可以去延續我們的文化 延續到文化我們的傳統智慧 才可以保留 傳統智慧是什麽呢 原來大部份傳統智慧 在我們道家道醫 聖令雙修的立場 我們發覺傳統智慧的核心 其實就是 沒錯 去survive 去求生 我問呢 譬如說我們講 我們將身體呢 腳就定義為父親 腰就定義為媽媽 我們腳帶腰 腳撐著腰 腰就撐著手 手 手就是我們的子孫 結構是清晰的 但我們說 手要去打一拳 腳要跟著 腳要追著去撐著兒子 兒子現在要做的事 父母要支持 他便很輕鬆 但我們還有一個概念 我問 咦 隻手是否自己懂得出拳 不是 是否腳逼它 不是 咦 為什麽會出拳 因為這裏 我們就問 在哲學的概念 這裏是什麽 我們講到心 心 即是我 這個我 是什麽 我管著腳 趕著腰 管著手 作為一個隊 一個團隊 這個我 你怎麽定義這個我 這個我可以是一個意識 一個知性 但是這個我憑什麽判斷 我這個權 或者我這個動作 我這個生命 現在在這裏 我是不是一個孤立的生命體 我們試試這樣想 生意 生意 一體 沒錯 所以有意權 我們有用意不用力 這些概念 是個意來的 意到 氣到 氣到 力到 這個是意來的 但原來我們傳統這個思想 還有一個講傳承的概念 很特別的 原來我們這個意 不是只是一個意識 只是一個意識很抽象 你沒有自衛 沒有思想判斷的 當然它有你的個性在裏面 但是個性都是一個片段 即是一個片面 那現在我既然在講 你的個性都是一個片面 是你現在這個moment做的事 但是你的智慧 不就很局限 你的人生不就很薄弱 有了 剛才在講文化傳承 原來我們的所謂智慧 我們這個腦裏面 根本由我們這個生命體 由你歷代祖先 第一顆細胞生命體 到你今天 因為我們沒有斷過 所以我們今天才坐在這裏 怕不怕 多少萬年 多少十萬年 生命體沒有死 沒有斷 我們今天才坐在這裏 就是原來我們這個軟股 最開盤股 到今天這秒鐘 我們過去的前意識 三層前意識 或者我們的集體前意識 全部都在裏面 的一個累積 的一個綜合的智慧 在裏面 但是這個我們不去開發 我們不進入公態 我們拿不到出來的喔 那你就以為只有自己在這裏判斷喔 是非判斷 現在的小孩沒有是非判斷的 什麼對什麼對 不懂的 因為它切斷了我們的文化 我們沒有了這堆東西了 我們沒有了跟大自然接觸 沒有了生命 導發自然那堆東西 以前為什麼我們 爸爸媽媽的年代 哎呀很慘啊流血 哎呀扶一下他 哎呀給個位置坐 自自然全部懂得講的 不用教育 爸爸媽媽我們讀幾多年書 四年三年兩年 沒有讀書 但是現在是不是讀了很多高學歷 不是說我們啦 就是社會的整個地球 但是他們這些智慧判斷 或者他們這些 不要同理生 同情生 不要講這些 我們講這種感應 沒有了 沒有了 斷了 我們得老人家讓位給老人家 我也不好意思 就是乘車老人家有什麼老人家 真是不好意思 那大家笑一下 看看誰比較老 誰比較老 誰比較老 我有鬍子 我沒有什麼頭髮 好像老 我也不好意思 但是呢 那個概念就是說 我們看著社會 不是跟我們割裂的 是我們自己自自尊 我們看到他們已經出現的問題 製什麼祖 現在都知離破碎 製祖本來意義很重大 但是你沒有了公分 沒有了祖墳 或者你沒有了這種 這種去 我們叫敬拜祖先的那種心態 拜什麼祖先呢 全部都沒有了 或者移民之後 還要切斷你 好像美國 新加坡 他們刻意要把你的根 告訴你 你來到這裡就是新加坡人 就是美國人 你不要說你非洲人或者亞洲人 否則 我們的美國就團結不了 一定要這樣的 所以來到這裡是大家新的家庭 所以日本最近那一套 在戲院都做過小偷家族 很悲哀 知離破碎的人 為了去共生 同一屋前下 不管你哪裡都好 貓啊狗都好 我們都是一家人 這是一種智慧來的 但是很淒涼 就是在我們的立場 何必呢 我們的文化傳承不到 日本人本來已經很厲害了 他們在傳承文化 剛才說 什麽家什麽家那些 什麽剛才那些 那些下雨 上升那些 很清楚的 他們叫做 即那個家園 或者它的溫泉饅頭 它全部寫一個元祖 就是哪一個第一家 他們以它為元祖 跟著那些衍生出來的 OK 你便繼續做 但第一家他們會很重視 這個概念就是 我們那個真 或者那個本 反本歸原 反迫歸真 那個本 那個原 那個真 那種精神 上古那種精神 那所以呢 兩件事就是 第一我們要上古 要歸原 第二就是說 我們找到條線了 跟著我們去做的事 同時 我們又不可以忘記 脫離了社會 歸隱深沙 你又不行 你又只是 我們譬如教 陰陽五行 我們教外國人 你不可以教他 我們都要翻譯 所以角色就是 把古老傳統的東西 怎樣去演繹 給現代社會都明白 都理解 西方的哲學 我們怎樣揚為中用 跟著怎樣股為金用 跟著你才講傳承 多厲害的這些藝術家都好 他是藝術家 藝術是傳不到的 你現在徐悲鴻 或者是張大千 很偉大 傳不到的 其實你只要學他知筆 怎樣拿 或者那些手 你剛才說的紐金看 你就寫紐金看 那種書法可能做到 但你裏面的精神 因為我們講的 根本出來的結果 就是他形神合一 得出來結果 你怎樣偷 怎樣學都學不到 他那個靈 他那個義 你全部都下來了 所以我們要講符咒 明天又要講符咒 不用講宗教 根本就是你的意念 你的意識 你的潛意識 你的氣場 你的能量 你怎樣把它附加在一些東西上 但是你這個意念有多強呢 我們為什麼有時候 在打我們的功法 我們做的動作 怎麼看的人會看到流眼淚呢 因為我們的拳 我們在練是怎樣居安私隱 我們感受到生命的殘酷 然後我們要在那裡掙扎 我們想生存 剛才說的我們想生存 我們不是出來很開心 跳舞給你看 所以練功和 練拳不練功 到了一場空 第一 你搏不搏到天地人 搏不搏到祖先 第二 你是不是一邊練一邊消耗呢 因為拳就消耗 其實全部運動都消耗 一條線 你如果那個動作 你那套動作 你做出來是消耗的 我們叫拳 但是你不消耗 即是什麼 即是可以養到 拿到能量 增加到能量 你才叫功 難度很高 大家明白嗎 怎樣拿到能量 很具體的 如果我們去做一個運動 練了拳 我累了 肚餓了 我要吃東西 即是你已經消耗了 所以你要補充能量 但是練功的人 你練氣功 什麼功都好 靜功都好 你做了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十個小時都好 咦 為什麼我不餓的呢 我比剛才還精神 所以叫你晚上 不要練那麼多功 你睡不到覺 不用睡覺 因為 你可以在自己身體 儲備的能量 拿到出來用 其實練功的目的 就是將一人體有兩個機能 你吃了的東西 吃了它會儲存 這個儲存的功能 到現在都沒有退化 所以有些人 人就會浪費 身體就不會浪費 廚房就會有廚餘 身體只會有排泄出來的東西 否則全部有用的東西 它都幫你儲備 不會浪費 不要說人 四川地震之後 要挖出來的動物 看上去好像一隻狗 很大隻 很收場 看真些 原來是豬 但是他們三四十天之後 都沒有死 因為它在用裡面的儲備 人都可以 否則豬都不如 現在的人豬都不如 我們這個進化 不可以這麼進化 豬更厲害 生存這條路上面 蟑螂 那些螞蟻 可能它們優秀過我們很多 不過那裡複雜了一點 我們說這個能量的轉化 如果我們練功那裡 你可以再次將你儲備的 因為已經退化了 所以只會癡肥 因為你一消耗 你吃東西 吃東西你馬上拿很多能量 但是你一吃你就多了 多了你就儲了 儲存了 但是你又拿不到出來 就一路增加增加增加 所以一坐山這樣 越吃就越多 但是你不吃又不行了 要死呀 因為它不動 原來我們要動 那個目的就是 你要動 保持一定的動態 而這個動態裡面 原來它幫你不遲 就是好像我現在 穿了這件衣服 我是日本冰天雪地 不是冰天雪地 其實日本不冷的 吹著風雪都好 我穿著這件衣服 只要我正在走路 我都不怕冷 你一進到他們那些電車裡面 下面的暖氣不停吹出來 我出汗 但是他們還穿著衣服 我在二三十年裡面 即是我在大學畢業 1989年畢業了 都二十多年了 每年我都回去 工作好什麼都好 看著看著看著 他們越來越 身體越來越散弱 即是車裡面以前我們不見到 他們穿著大衣服 但現在呢 老的好 年輕的好 穿著大衣服 越來越厚 所以身體越來越弱 越來越差 即是它裡面 所以它多了一個字 叫metabol 即是說 能量代謝障礙 能量代謝障礙的症候群 是越來越多 即是它不吃一餐 你血糖就會爆一聲 然後你就必須要吃東西 你必須要吃東西 你就會雜食 即是你就會有很多零食 零食多 糖類多 你就會容易肥 跟著你剛才我們說的 拿回你這個能量 儲存了儲備的那個機制 那個mechanism 你就會更加惡化退化 斷了 斷了你就一定只要依賴食物 但是你連食物這個機制都斷了 就等待打營養 但是打營養的話 你三四個小時 一兩毒尿 沒有了 沒有了 循環了就沒有了 幾多千元打完就沒有了 那何必這樣生存呢 本來中國傳統的醫學就是 你這個人 好像沙斯期間 我們期待 不要再有這些經歷的話 但是你沒得期待 那天可能會靈 人類怎樣在這些環境 都可以生存 鼠疫啊 什麼歐洲那些 你怎樣都還有一些人 是頑強的健康的 就是我們怎樣保護這些人 他們的基因 他們的生存態度 他們的那個身體 而令到他們的後代 我們是期待 我們的後代 是一代強過 好過一代的嘛 否則的話 我們有什麼希望 看著我們的子孫 現在就很悲哀了 又不會跑步 又不會游泳 又不會玩 又不會溝通 又不會叫人 帝子規好啊 你去背帝子規 背完就是背完 什麼都做不到 就是說我們說 我們讀這麼多書 我們很多書啊 但是我現在就很慘愧 其實你拿一本書出來 其中的一兩句 你做到 你一生都已經無憂了 修生齊家治國 幾好啊 革密自知幾好啊 哲學家讀了很多這些東西 你拿一句出來 已經終身受用了 但是一句都拿不到出來 現在的高分低能 或者我們叫做什麼 就是脫離了 完全都用不到 學不能自用啊 所以我們現在說回 中國傳統文化 或者這個傳承的概念就是 王子華先生 我只是借他的名字而已 他可以是一個很偉大的哲學家 只要他一變成服務社會 不是一個entertainer 開課程啊 傳授啊 但是既然王子華做到 我們不要說都一定做到啊 但是意思就是說 你怎樣去演繹你自己的思想 你建立你自己的舞台 還是走進去某一個劇場 或者不是劇場 是一個課堂 任何你的形式 幫你把你的東西 變成一些可以在社會裡服務社會 供獻給現在這個社會所需要解決 有什麼問題 怎樣解決這些問題 你自己要想到先 即你連自己都沒有這個 看不到這個關係的時候 那你怎樣做哲學家 怎樣做哲學輔導啊 怎樣做上醫啊 所以在我的心裏面想著 我們讀哲學的同學 我們的老師 其實就是社會的上醫 是必須做社會的上醫 你栽培他們浪費錢 那這個社會很矛盾 你栽培的人出來 沒有用的 一個社會 等於以前的社工說 沒有東西做的 很矛盾的 所以呢 既然學校 或者社會給不到我們 就要靠自己找 那王子華老師 他成功了 被人稱為哲學家了 賺了很多錢 但是其實你看到他的 他根本都不是想賺錢 他還有很多事情想做 他都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的 誰知道很成功賺了錢 但是其實他想做哲學家的 我猜 我猜一下 有機會看到他 可以跟他溝通一下 對談一下 其實他只需要 進一條線 走回正統哲學的 一個剛才講的方向 服務社會 解決社會問題 即是他現在做的事 你解不解決到社會問題 解決到 你就是一個工作 我有解決的 我給別人歡樂 嗯 那他們就是一個藝術家 甚至是一個entertainer 那就不是一個哲學家 哲學家這個學術本身 他有學術的價值 學術的意義的話 其實他要服務到社會 解決到社會的一些問題 扮演到社會的一些角色 那麼他都有的 他的角色就是entertainer 娛樂 娛樂 藝人 那你不要當他是哲學家了 兩件事來的 等於有黃菲出來唱佛的歌 都很多人聽 但是在我們修煉的立場 如果你不是修佛 你唱什麼佛的歌 你的身心靈都不合得到 但是他自己有修煉的 他個人有修煉的 那就OK 劉德華 他寫字很漂亮 他寫一些有禪意的書法 OK的 他自己有修煉 有念經 或者他個人 不要緊 他重複角色 我們不要讓他那個藝人的身份 去干擾了他另外一邊 剛才我們說 你可以做餐廳 也可以做一個藝術家 哲學家 絕對沒有文勤 但是你做什麼的時候 那樣東西你是不是真的做到呢 是不是真的想做而做到呢 這個就很重要 如果他想做都做不到 那就很可惜 就是說如果黃先生 他很想做哲學家 但是他原來做了一條藝人的路 那他就很可惜了 或者張國榮為什麼會自殺呢 他什麼都有了 原來他想追求的 他得不到的話 那很痛苦 所以其實本來哲學 或者我們說人學 治人的立場 我們只是要幫那個人 解決就是說 其實你想要什麼 怎樣可以得到你想要的東西 但是最基本的就是 健康先 如果他想得到的 他不需要健康 健康都沒有 他什麼都得不到 那當然就得個吉 但是現在說 如果他想有家庭 但是他就捨不得事業 做事業的時候 他失了家庭 最後五六十歲 退休 沒有家庭 他很悲哀 人生很慘的 是去到最後那一段時間 你去反思 或者又沒有時間反思 然後你才去評計 評估自己其實這一生 是不是一生無憾呢 所以其實本來 道醫學的那個要求就是 我們要無病無痛 是基本來的 跟著無怨無悔 無憾 就是說 肉身和你的精神 都要過渡這個關 所以比起修佛 是難度高 修佛你一去了空虛 你就已經是度過了你的苦海 你就可以去彼岸去淨土 但是我們還要在這一生裏 你覺得自己不枉此生 難度高了一點 即你是一個怎樣 我是老虎 我就要做一下老虎的角色 我是男人 就做一下男人的事 所以如果你是女人 你女人要做什麼 生孩子 結婚 你自己想 他要做就做 但如果我作為女人 我都沒有結婚 沒有生孩子 我真的很遠往這一生 這樣解 或者你讀哲學 但是讀哲學這麼辛苦 你想做什麼 做教授 你就努力做教授 但是哲學是要傳承的話 才叫文化的話 你怎樣傳承 你教授你怎樣傳承 你都要解決的 你做教授都不滿足的 因為教授永遠那些是你的學生 我突然說你見到 劉鑑誠 我小學同學 我小學同學 劉鮑 小學同學 他小時候 不是小時候 已經很厲害 哇 寫書 你寫書 什麼小說看完 吸收能力很快 但是意思是說 啊 想不到你今天 成為一位哲學家 我先當哲學家 他也想想不到你 道家 有關係 我們以前在 新蒲江 觀立小學 變成了考試局 考試局 那這些是否很有趣的 講起來 其實不知道 可能我們還有很多同學 又不知道做了什麼 什麼的 沒有所謂 但是意思是說 我其實一直都想在教育 在人方面 去想這些 那一路呢 就走著走著 又讀教育學院 主修體育 跟著發覺 不行的 我要教的 我要通過教育去幫到人成長 我做體育 變成教練 那樣的話 現在還悲哀 學校幫你請教練 你都不用教 你只是應付那些日常的體育堂 但是你做教練 你才看到小孩子的成長 你才幫到他 譬如比賽 你看到他克服問題 體育精神 那裡你本來才有滿足感 你不是只放下羊 又下課 體育老師做到的事很少 那現在講體育老師 接著我就去發覺不夠 我就去讀行為科學 我就明白 心理學是很古典 研究人的意識 潛意識 行為科學很接近 我們中國的身心醫學 他已經知道 我打一拳 不是我的意識 潛意識那麼簡單 而是那裡有些東西 令到我作出這一拳的 我們定義叫做反應 有stimulus 有刺激 令到我打一拳 但是現在的法律很悲哀的 我不管你什麼 你怎樣吹我 噴我好 吐口水好 講粗口 我總之打了人 那個 就犯法了 那個因是不理你的 只是結果而已 所以法律是複雜的 有機會再討論 但是現在講回 就是當我自己走回到這一天 我會見到 我小時候已經這樣想 我做到 但是我們身邊有很多人 他想去做一件事 但他反覆無常 他可能三心兩意 我們一分析他的本質 我們見到他一個特質 我們就千方百計要告訴你 你一定要抓定你的宗旨 你就要破釜尋周 否則剛才說你去到一生終點 跟著你跟我說 其實 我都不想做老師 我都不想讀哲學 我這生好失敗 入錯了科目 入錯了學 那就很可惜了 早撻了自己 你要不枉此生 沒有了 完了 所以怎樣早些時候 在哲學輔導的立場 我會覺得用哲學輔導的立場 我們可能要重整哲學輔導的概念 去賺錢 不是 是去生存 你沒有人工 你沒有收入 社會都沒有認受 哲學家是什麼來的 什麼都沒有 很可惜 在我的立場 我自己覺得 我現在拿著自仁那部分 用道家思想 做修煉什麼 是很低層次 我覺得 但你要高層次 說思想 思維 說人生的取向 說你自己的價值觀 這些就是很哲學 就是很上衣 那我會希望怎樣在哲學 不只是西方哲學家 西方哲學家都有很多很偉大的哲學家 那你怎樣入到線 跟回呢 我覺得那裡要有功夫的 即使老子不是直接傳授給我 但我們的師師師師師師父 他認為是跟老子 剛才說 和道教要分開就是 我們定義是道家思想 生存智慧 生命科學 千萬不是 全真龍門派 其實他本來是傳承 道家思想 聖明雙手 清修 有些是要出家 現在就不說了 出家 在家出家 在世出世 但是道教 很明顯 你可以很多的法事 拜鬼神 跟著很多滿天神國 那裡 跟龍門派本來是無關的 後來傳到社會之後 問題不是又出來 喂 沒有找不到食的 你自己清修 自己清心寡慾 是啊 本來目的就是要清心寡慾 我現在穿著這件衣服 我不用帶錢 我去日本去哪裏 香港就困難些 去到那裏 通街都有東西吃 周圍都有衣服 周圍都睡到覺 我生存到的 你給我生存到的 你給我生存到的 我生存到的 就是這樣解 本來那個道的修煉 作為山術 但是現在我在說 如果你沒有錢 在香港 不動得 坐車 住一輪 那你就要有錢 有錢 你有社會角色 要服務社會 那道家人 你怎麼服務社會 結果他們就走來 好像佛教 變了質的佛教 佛教本來都是修煉的 變了佛 變了質 你做死人生意也好 或者你做法事也好 於是他就有很多錢 原來人仍然是上古的 當家人去世 原來他肯付錢 但是在生的時候 不理他 死了就給錢 然後供奉他 又怕他變成鬼 就害我 那些做 做做做做做做做 那些法事人 他會說 你給多些錢 他會安樂些 否則他會手上來找你 什麼什麼什麼 或者他會給 你給玉皇大帝 被哪裏打他 十八層地獄 嚇你 然後你給很多東西 陪葬 然後他拿出來 自己袋下袋 新聞出現過 這些就是一種社會的異象 但是其實人 原來還有這些思想 原來都最總是尊重的 不過在生的時候 我們希望再尊重些 才有那個傳承 還有我們在修煉那裏說 你怎麼連接到祖先歷代 我們本來那個神諸派 你門頭上 歷代祖先甚我 是歷代 多少 不知道 所以一大堆東西之後 我其實今天的目的就是來宣傳 怎麼去將哲學回歸回一個系統 回歸回我們在社會上的 所謂實學的角色 好像以前朱子伯家時代也好 你做一個謀士 做一個戰略家 做一個思想 教育 或者做一個人性的導向 導向 人生的導向 那麼這個過程 你可以不需要做診斷 但是做人 就是我們做對 我們個人做對象那些 我們就要去診斷他的先天個性特質 這個屬於自仁的部分 life counseling 但是屬於剛才那些思想導向那些 是未必需要做個人診斷的 討論 但是指引他 他要有剛才我們的這種生存態度 然後如果你作為一個政治家的參謀 我覺得可以成為一個正式的職業 一個助手 一個助理 一個老師 我們叫做老師 日本很多 韓國都很多 這些政治家他身邊有老師 但是這個老師一個不小心 就叫做國師 操控 操控 操控政治家 那你一變成操控的政治家 你又抵觸法律 又出事了 那所以你不可以介入他的思維判斷 你只可以跟他討論提供參考 跟著最終判斷一定是那個主人 那我們只是協助 那就會責任 和法律上也是合情合理的 就是等於爸爸媽媽 我們不可以支配那個小孩 如果不是我們對人權 什麼也會抵觸 我們只是輔助他成長 我們指引他 你學多些音樂 你有才華 只可以這樣說 他不喜歡你都逼不了他 大致上我講到這麼多 是不是超了很多時間 我都不知道 不好意思 對不起 多謝大家 大家有什麼問題 一個至兩個人 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感想 我覺得非常之好 雖然跟王子華 當他是一個折腳石 就入了那個主題 入了你的主題 就是回歸去那個道 那個本身 這個人非常之好 都見了 都很煽動 還有講到這個道 如何可以幫助我們 面對實際的問題 還有一個好的哲學家 不是那些 純粹在學院找兩餐 他們滿足的 真真正正做一些哲學工作 所以我非常之感激 很精彩的講義 內容算有漫畫細味 好了 今天到 對不起 請說 謝謝